好了 3月1日了 90分鐘的《球迷世界》 經過過年的休息之後 就萬分抱歉了 所以今天是很緊湊的 內容大家都知道 預料之中都會將 可能兩個星期的東西 甚至是很多東西說 不過當然 我也覺得這段時間也有很多話題說 因為 其實本身已經有很多話題說了 歐洲聯賽 歐冠 阿冠 甚至中超又開 或者剛剛昨天也是中超 中甲的轉會槍的生死線 剛剛到了 所以就有很多很多話題了 可以comment一下中超的轉會個案 當然 還有大家很關心的一些香港 因為新條例 可以每隊簽一個中澳台的球員 也不當外援的 當然大家小弟這段時間就比較忙 就是自己公司多工作 甚至是自己多播講 還有開了一個新項目 希望大家多支持 新項目的用意 就不是黑銷中超 其實呢 我有見及此 就是這幾年自己經常上去看播 以及去感受 我覺得球市 真的越來越跟香港好像有些疑惑 以及加上是 大家都會在意多了 因為多了很多歐洲的球星 或者是 世界頂級球星過去 如果大家想多了解 我就抱著 我覺得 比如舉個例子 有其他板塊的 就是講其他 歐洲戰術 或者很多東西 當然要看球台 在那邊 看東西 但是 我又覺得原來 JD也有的 太超也有 為什麼中超沒有呢 我覺得不如 不如我跟另外一個partner Kieven Choi 就說多點 不如去搞 搞慶的party 搞好他 其實希望多些資訊給大家 中超當然大家可以盡量去留意一下 這個page叫什麼名字 香港人在中超 所以其實大家也不要誤會 不是完全是恆大的 其實恆大已經有page 所以我們不會搞 可能因為你恆大色彩太濃口 恆大色彩太濃口 或者他的新聞是多的 但是其實我又覺得 很多東西都值得留意的 只不過 你沒有人告訴你 或者少留意 你就會沒有那麼多資訊 就沒有那麼留意 如果你喜歡現場 入場看比賽的球迷 又希望追求比賽的質素的話 我覺得中超一定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又或者你看牙冠杯 沒錯 沒錯沒錯 這幾年中超的球隊的參與都很固定 你看不同的戲碼 順便透過以這個作為一個機會 去接觸其他亞洲足球 我覺得也是一個好的機會 我自己私心地 也有些朋友 就是不喜歡中超 但是他喜歡看日積的球隊 或者K的球隊 其實亞冠就對了 就是這麼近 不用飛那麼遠 就是上廣州看看 或者甚至喜歡的 你就飛去上海 看看上海上港 又可以看看日積的球隊 挺有趣的 所以其實選擇真的非常之多 選擇非常多 我們90分鐘球迷世界的選擇都非常多 所以今天的話題就很豐富 我們不如事不宜遲 因為有很多東西要說 說說一些我們之前還沒跟大家說的 歐冠 歐冠賽事當然在這個階段已經很精彩 也很緊湊 其實我們可以說回其中有幾場球 尤其是黃馬對巴雅門 以及車仔對巴賽這兩場比較短目 講講這個 這個黃馬對巴 不是 巴雅門對黃馬 其實賽前大家就會覺得 這次死吧 黃馬那麼水 這次對聖人門應該就 難搞了 還要有尼馬 巴比等等 法甲就想所謂披靡 以及近年 大家都知道巴雅門 其實無論是對車仔 罷賽 拜仁等等 都有一些挺好的成績 但是這場球 首先我真的想罵 我想罵誰 我就罵領隊 阿艾美利 我不明白 阿艾美利其實他 想什麼 老實說 打了歐冠的球隊 或者教練 也很清楚一件事 功力我從來都沒有懷疑過 麥巴比 尼馬 卡雲尼 甚至後備的迪馬尼亞 甚至戴斯拿等等 我沒有懷疑過 但是我很奇怪 為什麼 我要說為什麼 你的後防線 大哥 怎麼搞啊 大哥 你如果試 或者你排陣 其實我差不多嚴格上每個星期都看了你的比賽 那為什麼 後防線 突然會出現西班牙的 Yuri 相反 泰亞 高斯華 甚至中場 東貴 專門保強的迪亞拉 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不用 甚至比利時的梅尼亞 也不用 那我就 完全拚了 我覺得 你再去到班牙輩 我以為你當這個王馬死了 就算我以為他 後期輸給艾斯賓奴 輸給其他隊 大哥 你真的 去到之後 真的要當他死了 我真的覺得艾美利 你其實這回合 如果這個16強 出局 你根本要立刻要執包覆走 我真的覺得 不過我這麼說 PSG我覺得最大的前面上 其實也不只是防線的布置 最多人罵是什麼呢 我想是修喜卡維尼那一刻 是沒有人想到為什麼 我也想不到 艾瑪利 當然 這些不是他一向的死症 在大戰的時候 那些用兵 那方面 我覺得 這個多多少少 跟自己的成長的經歷有些關係 因為其實有些教徒 以艾美利的情況來說 他算比較幸運 但是有些教徒 那些名稅的成長曲線 尤其是近這十年 比較奇怪 你看他 譬如我留在斯丹 那些是 熊富子出身 而且在大球會的經歷是很久的 對 然後你看 早幾天艾力尼 至少他在米蘭 也算是 一段多長的時間 對 但是你說艾美利 他來教PSG支持 他現在死好命 說真的 如果你說巴西有毛 我就不明白 怎麼會選他 因為艾美利很奇怪 他之前任教育球隊 我不可以說差 但問題 當然也不是一線大球會 就算你說 你也不可能 完全不給人機會 但是他在歐聯 參與的情況 較為少一些 相對地他看到的那些格局 是較為小的 你很多時候 你看大戰 有些球迷當然會說 老將提場的經驗很重要 Nick經常提到的 我自己是這麼看的 其實那個教頭自己 在那個moment裡面 他如何掌握比賽的形勢 絕對 把什麼人上去 如何令到球隊有平衡 這些功夫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絕對 艾美利 所以其實就是在這些臨場的調動 我覺得是 比起現在另外歐洲那幾個top的球隊 都是落後很多很多很多 落後 還有最慘的是 他打的套路 就是如果我看很多聯賽 甚至好像昨晚 法國盃 也有場對馬賽 大哥 你當然是在國內 當然是所謂的披靡 你怎麼排 甚至你排 我和你都會贏的 根本上 真的 大哥 按著馬賽 好像沒什麼攻勢 沒什麼攻勢 但是又三球 不斷的 三球 如果是全力打 我都不知道是半打 不過你應該慶幸 至少 尼馬現在這樣 雙雙雙兩個禮拜 季尾 其實 PSG如果 不再歐聯 有萬無目的 可以儲氣 不是 我現在是覺得 老實說 如果這樣 令到尼馬 例如巴西西門 這樣的狀況出局 然後 然後 還要這樣 沒有了士氣 然後尼馬 就像你所說 其實這個小傷 我反而覺得 對巴西是好事的 我如果 在巴西角度看 這個 未必是壞事 這個絕對是好事 絕對是好事 乃次你說 一群巴西兵 都是 那就是 如果你這樣 打發 然後在國內的賽事 根本 出功 不用出太大力 就已經贏了 聯賽又帶來 根本就沒有壞 其實你看看整個 那場球 第一 我不是說他在落後 也不是因為他輸 所以在罵他 因為其實在排陣 我已經拚頭 首先 他打過阿根廷的中場 路斯素 其實本身 最慘的就是 作為一個領隊 就算是 戈奧娜也好 摩連奴也好 甚至有其他領隊也好 有一個 例如有一個實驗室 實驗室記者說 你明知道在聯賽 你真的很輕鬆 作客也好 主場也好 你根本可以試陣 試人 我就不明白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那時候不試 阿路斯素 有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只有後備 有時候 要留力 他就反正打正選 好了 但是你對黃馬 騎兵突出來 將他打正選 好了 這個已經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後防線的中堅位 賽前完全沒有一些消息 或者沒有一些狀況 就說泰高斯華有傷 泰高斯華作為球隊的隊長 還有老大哥 拍著馬昆奴斯 一路一亂 是最好的配搭 你說習偉那些 我也姑且無所謂 習偉你出哪一個 都差不多 但是我不明白 你打一場這麼重要的球 對著斯朗 伊斯高 賓斯馬 然後 還有阿克奧斯 這班 還要這麼好的經驗 在四年裡面 拿三屆歐冠的球隊 我也不明白你做什麼 我想 還有 班波還有一個很明顯的問題 就是 如果你跟黃馬比 PSG的優勢 衝擊力比較強 沒錯 尼馬 然後麥巴比 對不對 然後卡雲尼 是啊 如果那個節奏 控制在PSG那裡 就會容易踢很多 沒錯 但是你很明顯看到的 就是這場球對於黃馬 如果一旦 節奏的控制拳 不是在PSG上的時候 看這些被動球 PSG是很辛苦的 其實阿瑪利去教某些球 都會有這些類似的 其實當時西威爾也是這樣的 是的 他最弱雞就是這樣的 不是 我們說的 他自己掌控著 不斷按 不斷衝的時候就好 那些球就好 但是要別人攻他 他在這裡守 他就不會守 根本就是這樣 今上屆如果會守 怎麼會過不了巴賽 怎麼都過了 終歸就是PSG中場的控制 那方面出問題 尤其是有莫達不在陣的情況之下 但莫達當然大家看回 現在年紀大 尤其是今年的競技水平 是跌得很厲害 因為他有傷在身 現在年紀大 那你說拉比奧特 其實我覺得OK的 那你問題就是 其實我就奇怪 我們就說 咦 斯迪阿拉過來OK 起碼還能踢 有這樣的經驗 那些老鬼球 懂得夾著這些年輕人 最好一個拉比奧特 加華萊尼 再加阿拉 老中青三個 有跑得 有做得 有防守 有經驗 有什麼不好 我就不明白 他真的很奇怪 他真的很奇編突出 他一陣子 我已經說 孫師傅 卡雲尼未收起之前 PSG禁住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他會收起卡雲尼 我也不明白 你還要想想 黃馬 黃馬 拉最後那兩個球 其實回來也收貨 最後兩個球 是83分鐘 和86分鐘 其實你本身 那個套路有問題 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作下一定要守 其實那場球 不是劣勢的 完全不是劣勢的 這樣打出來 甚至於黃馬的左路 其實也是任理工 哎 黃馬 不必要的 自斷相比 我都說了 是吧 所以其實 問題主因也是 這場球之後 最搞笑的就是 跟著那場聯賽 對著馬賽 嗯 贏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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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贏緊 又贏緊 也不收尼馬 搞尼馬傷 那我真的覺得 你作為一個領隊 你是不是要 就是 當然啦 他控制不了他的更衣室 可能這個是主因 就是說 我收尼馬 尼馬就跟老闆 告狀 跟著又阿芝亞 又阿佐 但我經常說 你一個教練 你有你的想法 你真的要 跟我的球員 私底下 溝通清楚 我為什麼要收起你 我要為你好 我們怎樣怎樣 我完全覺得 他應該掌控不了這件事 掌控不了的原因很簡單 根本就不只是跟球員的溝通本身出問題 而是他對整個比賽的形勢的掌握和判斷出問題 這個作為一個一線大球會的教頭 是一個死證 沒錯 尤其是 這些位置 你在聯賽 未必那麼容易表現到問題 我當你今場球 你因為你形勢判斷出錯 沒有了一兩分 不要緊 下場再來過 沒錯 你杯賽不同 沒有了 就是沒有了 沒錯 你現在在說你這場球 王馬是拿著3比1的優勢 對 回到下回合 是不是 喂 如果你要再扭轉乾坤的話 那個難度當然是比你看聯賽大很多 更重要的就是 球員自己會想 我來PSG的目的 我的目標是想向歐聯冠軍 大家都是 很明顯 但是你現在的形勢判斷的能力 是這麼弱的時候 我要寄望你去帶領球隊去拿歐聯冠軍 我心裡不肯定你的能力之餘 我更加不會願意幫你賣命 對不對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辦法 我想PSG 他貴尾一定是換教頭的 一定換的 一定換的 而且 PSG總牌 一直在傳說 其實有幾個人選想簽 其中一個就是 光地 但是 近來意大利國家隊那邊 又開到聲 又說 其實新教頭 只會在三萬人室裡面 簡直是迪比亞治奧 然後另外還有 這個光地 另外那個我又 印象我不太記得 如果有聽眾這麼巧 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進來 留一個疑問給我們 其實我真的覺得 其實我真的覺得 班牌審門其實真的很冤枉 真的很冤枉 老實是花這麼多錢 擺明搭個雞盆 搭到 哇 用全世界最貴的價錢 買了一個尼瑪 還要弄一個木巴 給他們 哇 如果哥迪奧娜 或者其他領隊 哇 流口水 哇 你這傢伙 那些兵多了 然後還要打法甲 打法甲就不得了 拿冠軍 老實講 其他隊都不敢奢望 你昨晚馬賽 根本是死手 打得OK 臨完上半場 再生一個球 然後下半場 又多弄兩球 輕鬆鬆 三比零 根本就沒得打 看了很多場 我真的看了很多場 對李昂 對馬賽 對摩納哥 這樣沒得打 他們沒得打 法甲是拿著的 問題還要 你要是帶來的 你要帶來很多神組 拿 應該是 所以根本是 這是不是來的 嗯 我就不明白 艾美尼有什麼 這麼多空間 這麼多的日兵員 這麼多資源 不讓他去 鬥歐聯手 鬥兩場 都第一場打到這樣 嗯 PSG講很多 講到皇馬 皇馬 皇馬近期都很嚴重 其實 皇馬是嚴重的 雖然這場球是贏3比1 但如果你看回整個皇馬 如果你有跟他所有比賽 你會覺得他很嚴重 但怎樣嚴重 你看到這場球 有一個很正面的地方 是 其實斯丹的成長都很重要 就是他自己 是 嗯 當然啦 過往來說 你說他帶皇馬三季 是不是 拿兩個歐雷冠軍 OK 有沒有運氣的成份 不是沒有的 絕對有 斯丹他自己 一直在成長的地方 就是跟艾瑪尼形成一個比較 是 就是你在大戰的形勢的判斷掌握 是 當然有些球迷就challenge 阿森斯奧可以早些下來 是不是 華斯基斯奧可以早些下來 你看到這場球裡面 斯丹玩 有一招 我覺得是很過癮的 就是你同時擺兩個 就是衝擊力 或者是推進較強的球員 放在一條邊那裡玩 一個華斯基斯奧和阿森斯奧 其實這一招呢 就有些少少像什麼呢 就是你看兩年前歐洲國家盃 當時葡萄牙的教頭 阿山老師就在斯朗裡面放三個贏 你說一條B裡面放兩個 到底是什麼玩法呢 對吧 除了不是純粹是加強人數的優勢 這麼簡單 而是你對面 是不是 那個牽制那方面 其實是 純粹是加很難去應對的 是啊 這一招不僅是現在斯丹玩的 其實如果你看幾年前 阿牽力基斯也是玩這一招 甚至我可以說一個例子 就是我最熟悉的巴西 02年我最深刻 因為我也是現場 那一招第一招 鐵王戰 拿給土耳其 土耳其當時的防守能力很強 又硬正 又辣 又等等 然後我看到他最厲害 你知道他打了一招 羅布囊卡路士 左邊很強 然後他下半場 不用想 整個丹尼神 再加上李華阿道 哇 然後攻到土耳其 其實 大腳都沒有力 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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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又插花 又推 那個又出球 所以 後來 朗牙套 根本就在左邊出球 這招一招 這招一招 其實有些教頭看到 你最弱 死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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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你說 你那條邊 第一 球員的特性很重要 球技方個人進去看 當然 兩個推進能力 大波 威脅都要夠強 當然 還有你說 跑動方面的設計 球員本身之間的 互相配合 都很重要 艾森思奧有些地方是很值錢的 他不是純粹大那一刻 推進那一刻強 他跟隊友的配合 他那些意識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他入攝那一刻是好的 我應該這麼說 他把握什麼時間 應該入攝給 或者射 他很有分寸 很有分寸 如果你說 艾森思奧 他是不是一個 球隊圍著他轉的 當家核心 他又來自於 他不是那些 但是如果你說在進攻裡面 做一個潤滑 就是他非常之好 是 甚至乎是一流的 這場球 你可以看到 斯丹同時 放他們兩個上去的時候 把整個比賽的形勢 的控制權 又拿回來 所以 這裡就是比較 兩軍的教堂 對比賽形勢的判斷 還有更加什麼制 我們所說的臨場的換人 沒錯 艾美你換什麼人 換了好笑 不知道為什麼 換卡雲尼 老實說 如果你再算算 怎麼算 卡雲尼第一不是打人 第二 他是巴雷四日門前面的支點 還有這個前鋒的好處 是什麼 他根本他不毒食 他又肯拉邊 他又衝擊力又強 老實說 你皇馬中間 壞來 叫做 免腳頂到他 你沙佐拉姆斯也頂不住 沙佐拉姆斯 大家都明白 現在 他有時經常 用什麼遮掩 遮醜布 就經常上去 頂一下入球 但是經常拿牌 經常出場 經常失球 根本 在後面已經不行了 還有 其實我覺得 斯丹這場球 有些焦點可以說一下 下半場 25分鐘 你看得到 其實 兩邊 都在說 有維持一個三人組合 無論是在現位 去做防守 還是換位 去做進攻 都是做得非常非常之好的 你問我 斯丹他現在 在聯賽那裡 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但是你說 是不是這麼快判斷 斯丹死刑 我覺得不要這麼快 你如果 你要再看看 斯丹接下來發生什麼事 的話 就看看他的大戰裡面 他用什麼人 按什麼按鈕 你才判斷 究竟斯丹 其實是否還在成長的教練 而其實 他的年紀還很年輕 很年輕 很年輕 其實 就像艾比說的 你會不會在同一時間 都要成長 自己都要經過一些經歷 甚至是一些時代的變遷 或者球員的變化 或者你打造一些不同的戰術等等 其實你自己 去不去進步 或者你求不求一個變化 這件事 我覺得艾美利先生 我是看不到的 我還說 我發甲 我看不到 老實說 你給我發甲 或者哥迪奧拿 你知道嗎? 那些年齡 肯定是人 玩東西 玩到飛起 一定是自意的 還有一次 也要給Credit 就不定是給斯丹 給亞森思浩 其實亞森思浩 他的那個 萬能的地方 就是在於 他還可以自己 做一個二前鋒之魚 又可以墮後 令到卡斯米 而退回去 是令到王馬的 中場的控制 加強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亞森思浩 其實對現在的王馬來講 也算是一個很重要的寶貴資產 這個不可以賣 這個說真的 真的不可以賣 這個不可以賣 就是他跟伊斯高佑 怎樣去玩 怎樣去配合 就是之後來王馬 要想的一個課題 是啊 其實王馬聯賽 我們就已經是 算罷了 但是你說歐冠 完全活殺他的機會 我覺得 也言之上 第一 首先就是領先生比一 第二 入到八強 又不知道什麼路數 走到八強 四強 甚至決賽 因為王馬的球員 那個經驗 你沒得說 再加上現在 還有 再加上深水聯賽 擺明 都不能爭 冠軍 西班牙杯 又出國了 還不是歐冠 一定是歐冠的 必須的 是不是 老實說 如果你問我 再加上尼馬桑 我告訴你 我個人 我看一看 艾馬力 我不是最厲害 我不是很厲害 但是我覺得 其實 PSG未必死了 但是問題就是 你肯不肯 或者你敢不敢 還死 還死 盡地一波 其實 好像艾馬說得很對 初期說的 那樣說話 就是 其實 PSG如果說 衝擊爆發 陣中 很多球員 可以做 沒有了尼馬 可能 某程度上 這場球還可能是一個好事 因為 沒有了尼馬之後 如果焦點 不放在一個人 然後 你可能幾個球員 互相 你看一下 如何搭配 或者如何去攻 其實黃馬的集位 今年都不是很穩 尤其是 巴黎社門 今年 在邊線 尤其是邊路上 我覺得 迪馬利亞近期的狀態 是最好 尤其是 昨晚也入兩球 近期很健身 再加上 麥巴比 再加上 Karwani 其實衝擊力是有餘的 我不覺得 完全沒有機會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這場球 既然在主場 落下兩球 不用想 其實我在想 艾美利 究竟有沒有三中堅 那種打法 老實說 將你的閘 推去邊 真的不用翻後 你三個中堅 在後面 你就跟他死過 沒事的 中間 一定還在 再打拉比 或者甚至是 娜斯迪亞拉 我覺得不用想 一定是攻 鬥攻 跟他鬥攻 要關於黃馬那邊 就是右路的問題 黃馬的右閘 其實也是 經常都是 一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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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樣消極防守 都不是很麻煩 現在最慘的是 就是 今年 之前 卡華茜 又有些病 好像 競技水平 又下跌了 接著 夏基美 夏基美 就是讓 摩洛哥的小將 又未成熟 他現在近期 找拿祖 更粗 打右邊 你打聯賽就可以 其實你打歐冠 打到這些水平 其實他未必可以 加上 我講真的 就算是馬西奴 馬西奴因為也很尷尬 很多時候 黃馬一打那個陣勢 其實很多時候 我看他都是 變成類似三中堅的陣勢 就把他推上中場 那你打 其實根本你兩閘位 其實是不好找的 不過 好像 幸好今場 尼馬上不了陣 是啊 至少你說 可能平時你右邊的 我們要多些回去 做那個 保護 但是如果你說 尼馬不上陣的話 那麼 PSG左邊 少了一個可以 停不了球 但我又轉到新的 那 黃馬的麻煩 又少很多 我真的很想看看 艾美尼 這場你不行 我告訴大家 他已經可以拜拜 不過當然 老闆可能也是 季尾才跟他拜拜 怕他要加上 有一隻腳踩進棺材 一定 大哥 已經搞 放這麼多錢 斯丹這個布局 其實都已經是 都計算在內 正常 我想一隻腳踩進棺材 不是說哪一隻完全沒有機會 玩下手 玩下手 如果今年 黃馬馬馬馬馬地 老闆 動了斯丹 就叫他斯丹 教巴人的門 沒有問題的 我們之前都說 其實他教最匹配 不找光 又法國人 又法國人 又加上 他 師份人 那麼高 再加上 你要吃著 這群大媽 斯丹 來 都可以 沒有問題 所以 我想這場 波 分析 黃馬的形勢 暫時 較明朗 黃馬的形勢 當然好 我們講一下 另一場 我真的用 扔扔扔扔扔 不是 好看得扔扔扔扔扔 不是 好看得扔扔扔扔 還有最慘的是 車路士不贏 真的扔扔扔扔 你同不同意我 我覺得這場 車路士應該贏 真的應該贏 我不是經常搶 大約瑞斯 嗯 其實你真的看到 基斯丁 有他的 potential 但是他真的還有一些很關鍵的處理 就是 那個波子輸 其實美斯 還要被美斯打破 暫時一輩子都沒有進到車路士 的那個入球方 都被他打破了 還要送的 就是基斯丁神 在左閘位 橫傳中間 還要靚得 在法比加斯 中間 又拿不到 又剷不到 然後被斯達偷到 傳給美斯 搞定吃碗麵 當然你可以說 這個是整個體系的犯錯 是啊 就是我們很強調 防守 我們先不要計算個人 是 是整個體系裡面 是不是 你說如果哪一個位置 首先是塞了 然後然後 那些責任是逐個逐個排 不可能單拿一個出來 那至少你問我基斯丁神 他自己的那些犯錯 你如何歸因呢 我覺得一來是因為 他身體質素都不是特別好 是 大約瑞斯不同 你個人單對單的前逗 他很難輸 但是基斯丁神 就輸了 在這些位置 是吧 如果你說 以一個體系來講 運轉起來 他是一個很好用的球員 你說你要用 他用球 都沒有問題 但是大戰的時候 你單對單防守 是見真章的 基斯丁神 已經是 在不止一兩場大戰裡面 正面過的 其實 真的不行 其實他那天對曼聯也是 如果大家深水清 你看看第二個失球 尤其是第二個失球 就死了 他自己都 一般的 都是危符 剛剛好 有時候 脫漏也算少了 是不是 然後 下次被你鼓大 包不到他 那麼多身形又不夠 是不是 你三中堅裡面 所以如果你說你是 站在足球教練的 立場 你會覺得 車路士那套體系 其實運轉得很好 OK 這套體系運轉得很好 但最後你輸 是輸什麼 其實都是回到球員的 個人能力 是後防那裡而已 因為在講的就是 有些地方 是涉及到個人的判斷 又或者是 你個人的能力 能否達到某些目的 這一點 其實車路士 是很輸蝕的 但是 問我這場球 其實 都可以選幾個 球員去講一下 就是 我還沒講巴賽 先講車路士 這樣 那麼 打個無風陣來講 我想 韋利安 近期韋利安 所有比賽 球王級的表現 無論是聯賽也好 或者是足總盃 我想是很值得巴西國家隊 這幾場球 他打得很好 真的很值得巴西國家隊 照他回去運 沒錯 對不對 韋利安 我想 多多少少 他雖然是比很多 的球迷 怪責他 表現不是那麼穩定 但是 事實上 你看回現在 在車路士裡面 無論是兼顧工房 兩方面的責任 以至於 個人做大波那一刻 推進 功夫 其實是做得不錯的 我以前曾經說過 其實車路士同時 放在哈薩特 和韋利安上陣的話 未必 是能夠將大家的責任 是均衡 但是這場 哈薩特打Fors9之後 就不同說法 因為其實 哈薩特 他相對地位置較前移 和韋利安的衝突較少 就不會重疊 甚至乎 兩個 放在一起 反而是有 所謂的 魅力 當然 這也是涉及到 教頭他怎麼排發的問題 這場 是找到一個 大家共存的方式 其實 甚至乎 再早點之前 偉利安和夏薩特的同事 上陣的表現 都已經比以前好 是 這是一個明顯的變化 沒錯 我想首先 講這兩個球員之後 然後另外一個 都要講講簡迪 簡迪真是 這場高位 很有趣的 簡迪這場 看得OK 對曼聯那場 看得不OK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因為簡迪面對的對手 是浦巴 沒錯 土包呢 如果你是 遇上這隊高大 和腳下的技術 勢力 而且 對於這個 龍門的直接威脅 辦法加為多 這一類的中場 其實簡直對付這些球員 反而很舒適 是 或者說簡直去對付費難 其實也是可以很舒適 原因都很簡單 高度問題 但如果撞出高度 技術兩方面結合 就麻煩 但巴塞中場 就相當 相對 小顆一點 今場簡迪的狀況 也非常明顯 就是 如何釘迫美斯 美斯 是撿到一顆 但是那波 第一 不關簡迪的事 第二 其實全場 如果Mark來說 嚴格上 是一個滴水不漏的狀況 根本上 而且最重要 就是 因為美斯這隊球員 有速度 還有有變速 有爆發力 再加上 他有個假身 但是簡迪也一樣好 正如 Eric所說 其實當時大家會覺得 簡迪 德馬迪 其實是一個最好的 防務 就是 一個就 腳蜜蜜 不斷衝過去 山 一個就身材好一點 就 亞位 衝頂 衝腸 好一點 就是 各有優點 所以這場波 如果你說 如果論單防 其實簡迪 完全 美斯一道都沒有 真的 沒錯 不過球員的事情 有長處 有短處 沒有可能 所有事情都 反過來 你們一彈到一門不直 普巴是可以對付簡迪的 但是簡迪是可以對付美斯 這個是食物鏈來的 食物鏈來的 從來都是隔食隔的 或者是鬥秀棋 隔的 隔食隔 所以就沒有說 哪一者 哪一個球員 哪一方是可以 是必勝的 但是你看看 車路士 其實 江地都已經 將他比賽裡面 他的意圖 我覺得都 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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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過真的欠那個球 真的欠那個球 還有一點都沒有運 中處 中了兩次處 沒錯 就是 偉利安 另外一樣進步 就是左右開攻 就是左腳 現在的射門的準繩度 或者能力都好了 比之前 是啊 穩定了很多 所以你說巴西邊 可能不帶偉利安國 一定大量 我看的款式都九成九了 他應該沒有問題 反而巴塞這場 我只能夠說 華為迪和巴塞 整隊的執新彩 但是執新彩之外 巴塞也都 我們今屆都講過 他改變了很多 他還有一個好彩的 是 這個也要談回江地的 有位利安在那裡 其實你應該多放中空下去 去到後半战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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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你太保守了 因為 他去到83分鐘 才換下莫拉達 太太後了 其實你甚至乎 其實為什麼不會 基努特 我真的寧願是基努特 我寧願是基努特 我寧願是放基努特 說真的 如果你說那個 對錯 就是對碰那個類型 基努特才對打這對巴塞 其實大家都知道 巴塞也後防線 其實 叫做好了 尤其是 烏蜜迪提 好了 但是碧姬 老實說 只有一口笑 你衝過去 跟 沙特拉莫斯 就50步 笑51步 喂 真的基努特 反而 你不要等到 偉尼安 是吧 乾了 乾了 真的乾了乾地 打到80多分鐘 就是剛才那天 偉尼安的財產在哪裡 他自己大波推進 還有他拿波穩定 沒錯 如果那時候 你早點 是吧 基努特 也好 我想對巴塞的威脅更大 剛才他應該是對防線 太沒信心 是 就是他自己也很清楚 他自己也很清楚 但問題是 有時候有些事情是不是鬥氣 還有近期 就是有一件事 他鬥氣得來 他又有一件事是知道的 是 加利卡爾近期已經打入冷宮 很難不放入冷宮 其實很難不放入冷宮 其實很難不放入冷宮 不過問題就是 我就說 有時候不要鬥氣 就是你寧願是 不是 有時候我經常覺得 一個球員或者領隊 或者整隊球的形勢改變 可能一場球 或者你怎樣跟他談 大家的心 例如單對單腳談 喂 之前怎樣都好 現在對巴塞 大家要認真對待 反正你也住不了會 我也沒理由投行置身 你應該是跟大律雷斯去做一些對話 然後就 收回他做兵 你應該是這樣的 其實這樣就是斷送自己的前途 老實說 這場大戰 真的浪費了 這場大戰 還要再談一件事 是基斯瘋神 20分鐘那一腳解釋為軟弱無力 是不是 喂 大哥 20分鐘而已 20分鐘而已 是的 是吧 如果你說你20分鐘 對巴塞不停按 但是你比賽20分鐘 你彈腳出來已經軟弱無力 抗壓力有多高呢 我問你 不是 他抗壓力從來都不高 這個是真的 而且他還是年輕 而且他老實說 他之前都是借德甲而已 那你德甲的壓迫跟你勾貫 或者跟你英超搶天共地 我不敢否定你基斯瘋神整個人 是不是 是啊 我們習慣我們廣播呢 謙口一點 對球員呢 都不要一句 不要講死 不要一句講死 這個世界我很少有球員一句講死 講死了那些 要不就彈上山的 OK 但那些彈上山的 究竟是間歇性 還是永久的 大家再看 是不是 第二那些呢 是沒有辦法的 那些死者還是死 那些死者還是死 那些死者一定是死的 那些敵比那些 沒有人死的 說回巴賽那邊 是不是 剛才說了太多 我覺得車道士那邊 巴賽其實今年真的進步了 起碼那個防守 還有你看到華為 改變了巴賽風格 就是說 他在這些場景 或者整個歐冠 在分組賽已經看到了 他寧願和也無所謂 總之要拿了一個合理的賽果 還有最重要不要失球 或者小勝 那我就不像 我巴賽是要炒 3比1 3比2都要贏 都要炒 巴賽呢 最大的問題 邊線 那個闊度 拉不開 是的 所以你說 今季華為迪上場 他是較為喜歡去運用那兩個閘 是的 尤其是佐迪艾巴 但是 始終這一種做法 你暫時來講 整合 大家 整合那11個人是OK的 打聯賽穩定沒有問題的 打到大戰的時候 你是否能夠 一應對手的弱點 是不是 譬如 你現在講的是 對三後衛的車道士 如果你的邊線 稍為再強一點的話 會不會可以容易拿回優勢呢 這場是怎樣呢 就是打起了韋利安之後 其實巴賽那邊 左邊 是看得很辛苦的 艾巴是看得很辛苦的 其實是 所以某程度上 巴賽現在 你說 聯賽的環境 你要控制戰局 沒問題 但是你說 個別大戰裡面來講 變招相對地就少一些 這個是巴賽最大的麻煩 還有最慘的是 現在 巴賽因為這個也要面對現實 就是你已經沒有了丹尼亞維斯 一些這麼強的閘位 以前就有阿美斯跟他 嘩 在那個右路 眉來眼去 一直牽制一個單人 阿美斯先 牽制你先 你現在生了一個羅伯圖 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還有左邊 如果你左邊 也有一個致命傷 就是 我們見過在聯賽 或者在歐冠 經常都上 大問題會上 不要緊 最慘就是回防 那怎麼辦呢 你現在靠印尼斯達回來 你印尼斯達幾歲 隨時都說 今季完了約都走了 不踢 或者退贏 或者哪怕去中超 那你變成 其實 這個也是巴賽的隱憂 我覺得 所以其實 我也理解 懷迪為什麼死都要 抱著安迪高美斯 因為你沒辦法 你看巴賽的板凳 你就知道了 阿里斯維道 你用他 但就算他狀態很極 他也不會去到某一個位 他也是差不多的 那你單比利 會攻又不會守 你要去回防 強了對手又不可以 那你法國 阿里斯維道 那你怎麼樣 其實都不適合 完全不適合巴賽的口味 打來打來都不行 不過 巴賽不是沒有變招 最主要就是 放單給你下場 是 這個是最重要的 但是 問題又來了 我覺得有利有弊 這場球 巴賽其實有些致命的弱點 你看到 譬如其實有好幾段 布斯基斯和碧基的距離 我想是大得可以放一個籃球場 哈哈 這個籃球場 真的很誇張 很誇張 換言之就是說 那兩條線之間的距離 距離太大 其實你車路士可以玩的空間 是很多 問題也只是在於 剛底是不是可以在合適的時機 去利用這個弱點去做的 暫時我還沒有看到華為敵 在這方面有很多辦法 如果你硬要 射入 把保連盧下去 去掩蓋這個位置 但是 大家也知道保連盧的優點和弱點 他的位置感 是不是可以足以去彌補這些地方呢 還有 其實 還有就是 巴賽現在 如果要放單給你下場的話 那麼 在右邊那邊 誰罩住他呢 沒錯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現在兩閘 其實現在不夠 這場波 我覺得Juice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 如果你真的解讀雙方的用人和戰術的話 兩邊的弱點其實都明顯 但是 大家在鬥禁的情況之下 究竟哪一個 那個臨場的判斷和把握較為準成 就成為這場波 最後的結局所在 所以這場波的第二回合 我預期是超好看的 尤其是下棋 兩邊的 尤其是這場波 你不敢抹殺車路士 作客能夠贏的 因為 其實這個只是一球球而已 對不對 當然 你說巴賽 敢不敢 放膽 要先先按兩球 但是你先按不按兩球 不知道 所以其實這件事 也是在第二回合 正如 Eric所說的 很juicy 我覺得應該是好看的 甚至乎 江底其實也很想爭氣 是 即是 他下年去 PSC 也好 他走不走也好 我覺得其實 他走是走緊的 應該走的 因為其實 車路士的管理層 那種麻煩 和江底的關係 那種僵化 是很難救的 江底也是這些地方 都是一些硬骨頭 情緒是很強的 都是一些硬骨頭 所以我想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要是過PSC 要是過意大利國家隊 如果他做得舒服的話 我肯定是回意大利 沒錯 意大利粉絲聽到這個 甚至是很開心 一來就任他沒有 二來他回去 還有很多時間 沒有 這個當然是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這場球的形勢 和巴賽相對地 是縮得很短的 是 換言之 車路士可以玩的 都可以做 而且真的 對車路士球迷來說 這場 說真的 這個對撲 不能打 你打出來第一回合 也不能打 然後你第二回合 就死定了 我不覺得 是啊 沒錯 至於另外一場 就講一下你愛隊 萬聯 對著西維爾 我都拗頭 怎麼會打到這樣的呢 萬聯 那又是摩連奴的問題 難道 沒有什麼補充 真的沒有什麼補充 為什麼呢 因為 現在萬聯的比賽 我自己的觀察就是 他所有球員的選擇 他都放在裡面 他優先想 怎麼把山齊士 塞進去 也有 但是你看西維爾這場球的表現 或者你看山齊士 踢萬聯這幾場球的表現 你開了這麼長的約 給他 然後你還要去想一下 套方怎麼配合他 那就是 那就是 這些叫什麼 這些叫做 觸藏自己 對不對 這場你對西維爾 當然你說個別有哪些球員 我以為是哪些好的 尼蒼斯 對比賽的節奏 控制得不錯 他很厲害 這個球員 以前是英超 一般的 去到西甲 他越打越好 但問題是你說 西維爾本身現在的整體質素不是很高 其實不高 你看一下 那對馬體會 現在被人游論 正常是 游論 在主場 那我想回頭 其實你回頭 如果你兩場球 你真是火都來了 你看 如果你是萬聯迷 怎麼搞錯 人家馬體會 都數到 媽媽都不認得 後來叫做 把兩球給他 哇 你萬聯迷搞錯 要不然就輸幾球 大哥 不過都沒有了 我想 以現在的情況來看 看第二回合的話 萬聯的優勢似乎是很大的 那優勢大 你回到主場 不是 如果萬聯用這種打法 你沒得說 那他第一回合不失 然後再回去 有一個迷思 有一個迷思 就是覺得 萬聯用這種方式來 去控制比賽 乃至去到最後贏 總之結果OK 就可以了 那近幾年的萬聯迷 都是這樣接受的 不是啊 甚至於摩連奴來了之後 大家覺得這件事 是摩連奴刻意去做的 就是覺得 這個施設是一種很經濟的勝利 但是你問我的話 經不經濟呢 是一回事 是不是真的這麼有能力 去將比賽的結果 最後導入到 去理想看到的 那樣東西 其實萬聯的控制力 現在是很弱的 真的啊 真的啊 我也覺得是 比賽控制力是很弱的 其實是 我單單都在說 你這一套form 你怎麼環繞著那幾個球員 去擺 普巴山齊士 你暫時還沒找到一套很合適的form 去支持他們三個同事上陣的 沒錯 那到底是 正如我之前所說的 你不如索性你拔走勞卡股吧 我都不是說勞卡股差的 是 有時候勞卡股那個兼容性的那個問題 要不你又幫那些三個人 零零射射射的 設計一套 大家三個人可以同事上陣的方程 沒錯 當然 我這一個都是只是我的建議 不一定是對的 當然是 你可以叫勞卡股 教委 拉回右一點點 去做接應 三齊士 多些 從左邊 進入中間那裡 去 埋門也好 或者做其他衛業也好 普巴退上來一格 三個人同事在證的前提 一定要擺連加特 是不是 哪怕你說你 萬聯你想用什麼方式 去拿勝利也好 什麼也好 是不是真的可以試一下 就是把一個最強的Chemistry出來 是不是 但是 我不認識現在這個萬聯 我很老實講 很有迷思 現在 不是迷思 這麼簡單 之前我自己的節目都說 現在萬聯的球隊 我是 我不會看Live的 我不看 我全部我完全飛了 是不是 我意思是 我會看highlights 就是我會有一場90分鐘的比賽 我會劃定哪一個時間 按進去去看 看一下萬聯的那些工手運作是怎樣 看看球員的那些走動的變化是如何如何 我是選這些來看 但是 沒有的 對於那個戰果最後是怎樣 控制是怎樣 我 我沒有什麼興趣 已經 是啊 但是這場 甚至摩連奧將普巴放在後備 是不是 近期就不斷用他 不如賣 不如真的賣 我老實講 是不是 買走普巴 不要想 是不是 你用不到 用不到 其實是 哪怕幾貴的東西 哪怕是幾好的東西 不適合你用就是不對 對不對 我沒有很奇怪 有些球迷覺得 其實教頭自己去create a form 這個是球員適應的責任 我講到這個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講什麼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講過 你跟Nick在爭論 不要緊 這件事是大家的足球 不是 我自己 如果你問我 這件事我也想討論一下 其實我覺得雙方面都有責任 你做球員是等於我們打工 老闆或者上司叫 你做這件事 那你就適應了 但是問題是不是 亦都需要選材那個人 首先是對 你明明 舉個例子 你找一個人和他一起夾當廣播 那個人 原來好像不靈利 那你怎麼說 你明白 首先那個選材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也不是這件事 而是對球員本身的 才能的認識 絕對認識 絕對認識 支持摩連奴 或者覺得普巴不好的球迷 首先對普巴這個球員的能力 的理解 的理解 也覺得 正如我之前打過比喻 這個世界有些人是要抬鋼琴 有些人是要彈琴 沒錯 真的有很多人覺得普巴是負責抬鋼琴 抬鋼琴的角色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會謬誤這件事 但是我感覺上 其實如果有很多球迷 因為其實他們不像我們看那麼多球 或者需要看那麼多球 他會看的時間 他永遠就是在他踏足英超 或者曼聯那一刻 他才開始去看 變成他完全不認知 他之前的 他們傳統對曼聯中場的認知是什麼 就是費加頌年代 兩個box to box 是真的box to box 但是你會發現其實 大家對足球世界 中場球員的職能的理解 不能夠只有box to box 和defensive midfielder 和attacking midfielder 不可能只有這三個 還有有一件事 我這個說法不是純粹 那些什麼football manager 那些打機打上路的 那些不是 沒關係的 FM裡面那些 對於球員位置的那些術語 其實有些人來自西巴爾的系統 有些人來自意大利系統 對不對 你怎麼定義普巴 或者這麼說肥叔 你怎麼定義斯丹呢 斯丹 你又不可以純粹說他一個 進攻中場那麼簡單 其實他又控制節奏 他又有入攝的能力 他又會在禁區頂做射門 也會跟隊友做策認 做很多範圍的 重點是你 普巴的那個位置 和斯丹那個位置 再一次強調一下 他偏向一邊 我不是 我把這兩個球員類比 不是說 普巴的球技能夠及到斯丹 OK 如果你連我這個類比 都搞不清楚的 麻煩你們先跑多一次DS 現在陳茂波贊助你們 你不是考多一次閱讀理解 對 考多一次這個DSC中文 那你開班我都報了 不如真的 要是你考多一次 listening 要是考多一次閱讀理解 是 我說普巴和斯丹呢 兩個的類比 是位置上的理解 或者踢法功能上的理解 不是球員的水平理解 我知道 因為你看回祖雲達斯的中場的用法 又或者甚至是意大利式的球隊的用法 在靠左邊的中場的那個球員 如何利用他的身材和技術 為隊友創造空間 不是純粹Boss to Boss 自己敢去 走去別人敢去 再走回自己敢去 因為其實 無論你講過斯丹或者普巴 甚至現在的文索基爾 其實文索基爾 有些人很奇怪 喂 搞錯啊 他是明明一個中鋒來的 他有什麼理由在中雲達斯 打一邊左 中場的那個位置 其實不是 你看到 他就是 好像你所說 用身體 或者他用他第一點控制 其實他是等著後面的隊友 好像艾斯森道路 蓋上來 其實很多時候 當然他也有衝搶 或者他進去禁區 或者他甚至花了防守很多 文索基爾 現在的防守 我覺得 完全適合 總雲達斯 所以如果按照某些球迷 對足球美學的理解 他永遠會排斥這對球員 費蘭尼 普巴 接著還有一個個案 我接著想說 米連高域沙域 是 你理解米連高域沙域 是不是純粹的 不是 如果你真的這樣理解的話 就證明 你看英超看到那個人獨了 不是 中了獨 米連高域沙域 我們這些節目都說 我越看越喜歡 我只想高普快簽去 其實甚至乎米連高域沙域 就是一個加強版的費蘭尼 是不是 而且他 甚至 好像加強版 他的技術和埋門能力 比費蘭尼更強 是啊 所以說加強版 但問題是 這些球員 你純粹用英式的Boss 沒有 不行 而且如果你說回頭 我真的用公平的 你當我是一個調停人 其實普巴當時 建造祖雲達斯的功能 你想想祖雲達斯的配置 當時有派路 做串連 做分球 然後有馬智思奧 又有維度 哇 大佬維度經常蓋 普巴其實很舒服 然後馬智思奧 又在中間幫他鬥著 哇 幾位好踢啊 然後有些球 普巴拿著球 又被蓋上來的球員 或者自己在禁區 頂二十多三十馬 射球 也有 哇 那時候的祖雲達斯 我今天教大家一個名詞 叫Messala Messala Messala是一個意大利的用語 怎樣去理解一個中場球員的功能 是不是 這個球員是較為 是拉寬一點點 挖邊踢 又會自己放進去 那個腹位那裡去玩 是 但是你的問題是 這個位置 你是不是用Boss-to-Boss去Define 不是 他是有一定的Playmaking的功能 但是他不是 也都會有一定的防守 但是他的位置是較為 挖邊一點點去踢 如果你用Boss-to-Boss去踢 純粹是個人在那裡 搖來搖來搖去 走來走去的那些 他不是 如果你要我Define寶巴 他是一個Messala 他不是一個Boss-to-Boss 如果大家 只是運用大家對英式足球 一個很粗淺的理解 覺得他是Boss-to-Boss 要不你重新再看一次足球 你理解一下其他語系 對足球的理解 不是那一回事 還有他 最慘的是 我可能 覺得有些球迷的理解 就是 這個又黑又高 身形又大 黑又硬 就必定是簡地 必定是馬基里尼 必定是這些球員 不一定的 所以我覺得是很古怪的 今天我看見有些 球迷去討論的時候 他們討論費蘭尼這個球員的價值 覺得費蘭尼最多是Plan B Plan B 這些是視乎對手的 難道一定要常規配置 一定要擺 其他類型的球員 不能擺費蘭尼 還有 當時 例如你看費蘭尼 會死的 很多朋友都看他的膽挽亂 你如果看他早期 他在外華頓最出彩 根本是他打第二中鋒 沒錯 其實甚至乎我這樣理解 就是說 這類高大的球員 你拉邊 是不是 是怎樣去餵你身後的隊友 包括走外線那些 又或者是另一個會洩入去負位的易峰 去製造空間 這些球員是很好用的 他停球 控球 再做最後一拳那一拳 當然費蘭尼厲害那一拳 不是最後一拳 是停球那一拳 沒錯 我其他事情不說 我只是停球那一拳 已經很值錢 其實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 如果大家記得蘇古迪斯的球員 其實蘇古迪斯 你說他也可以射佛球 他也有他的技術 但其實他也有少許類似的功能 就是他拿了一個球 你是拿不到他 拿不到他 但他未必是 哇 帶阿聰 或者爆進去 但是他就等 你知道巴西的閘 哇 他一拿好 你一兩個就去過來 他一掩瓦 那一掩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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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沒有進去射 甚至和阿薛高做撞場去射 阿薛高給球進去射 射過意大利 但是問題 就是你看時機 我覺得有時候 大家去Define 去講一個中場球員 或者甚至球員的功能 就不可以用一個位置 或者一套form 大家常常講中場球員 就是喜歡講六號位 八號位 四號位 boss to box central midfielder defence midfielder 你會從中場的特質 那裡先理解 沒錯 甚至你要真的要從球員特質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這麼說 譬如有些人去界定鄧家 這個球員 巴西來說 他們這些 哇 那些球員很粗 但是其實有人不明白 原來鄧家 其實在94年赤日盃 那個功能挺高 哇 馬尤斯華和他防守 防守完之後 他又手轉攻 他分邊 或者他給直線 他在中間轉方向 哇 他做了多少 大家看少了他的事情 想著最好球的幾個 一定是羅馬尼奧 八必圖 一定是那幾個 但是其實不是 就是 不可以看得那麼死 我經常覺得 因應每一個時代 因應每一個球隊 或者每一個球員 甚至 是每一個 現在可能沒那麼厲害 以前 不同的民族 譬如 巴西 或者巴西 去演繹的防守中場 其實是完全不同的 對 譬如阿欣廷很流行 大家如果有心情 想回頭 加高 那些 他們叫做 Borlende Borlende 其實在西班牙語叫做 陀手 陀手 就是馬上給他 轉方向 譬如當道 加高 就是這些 其實阿欣廷是傳統出這些人 但是巴西 他又不是這樣叫 巴西 巴西的防守中場 他常常都可以 侵略性 又推球 又上 又入球 打不一樣 你不能騙 誰比較好球 或者 你只能夠講 不同的球隊 適應不同的 就是出不同的球員 或者起用的方法不同 甚至乎 有些防守中場 是不是 他在攻守的責任上面 OK 有哪些是負責 站一個較為 鬥心一點的位置 是啊 他負責去發展分球 有哪些自己把球推上去 其實不同的球員的踢法特質 其實明顯也是在演繹這些位置的功用 是影響整個戰術的運轉 不是純粹說 box to box 所以說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說 從來英格蘭搞不定 就是雙特 其實他沒有球員 你放在一起就不適用了 很老實說 告訴你 肥鬚 好像有這種球員 如果你放到巴西 哪有可能踢中場 叫他踢閘 這些 是啊 其實踢邊的 英格蘭最後 你生產的box to box 是說的是什麼類型的球員 其實本質是在邊線那裡 OK 活躍奔跑的球員 但是你回到中路呢 沒有的 入坑是中路 真正 這麼多年來 益格蘭中路有才華的球員 說近代來說 就是加斯居里一個 當然 再前一點就是河道 是吧 但是你說 跟著其他 新產的 量產的球員 包括謝拉特 是吧 是吧 這些很明顯是什麼 其實就是 最初出道喜利普 都是打邊的 是啊 沒錯 邊的中場 最後 賓尼迪斯 一定要扶正他 是吧 不如再索性做中路 負責做收割的角色 整個中場 大家的功用 是非常之 分得清楚 仔細的時候 謝拉特的作用 就可以出來了 是吧 但是如果你說 你要硬去 側他去打 某個位置的球員 是吧 一定要改造他 改造不好 就把暫龜 到他那裡 首先 有一個問題 你考慮一下 球員本身的特質是什麼 沒錯 我還是說一句 可能你會覺得 我這個想法很意大利教頭 我也不妨承認 我的想法也很意大利教頭 我是由球員的特質 從來開始 而不是說 我要想一套 方法出來 一定要每一個球員 去滿足 哪一個角色 我都贊成你 就是我個人 都會偏向你那種 因為其實 如果我們譬如 就算你當我是一個 當自己巴西教頭 我都不會用一套體系 去配合我的球員 反而反而是 我手上有什麼 那些人有什麼特質 你是依據的 特質去組一個體系 沒錯 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自己也偏向這樣 比如我 我前兩天在Facebook Post 我說 如果祖利亞 就是巴西的名宿 以他的技術 他當年有什麼理由踢襲 但是巴西就是太多人 多到你 就算是比利年代 根本中間那幾個中場 全部在球員中是十號 但是怎麼搞的 我給你 然後 你的薩卡龍 就是把比利為中心 然後你們就圍著去踢 所以這個世界 你對球員的評價 可以是這樣 我對亞古魯的評價 我覺得他是一個好球員 好球員 但是他在哥迪奧拿 那種形狀裡面 他是能入球的 但是哥迪奧拿 他不滿意 最後的評論會不會高 哥迪奧拿的評論也不會高 為什麼 他是一個可以一季跟你收割四五十級 入球的評論 沒錯 但是我要的不是純粹是入球量 而是你怎樣去幫助到 你的隊友 你的體系 去製造更多年化的上攻方式 這個路面一定不會 阿古魯很高 那就是等於當日文素基地 現在在祖雲達斯多吃香 又或者我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馬蹄會 寶斯基斯厲害 還是爺爺泰里厲害 那又很難比較 就是這樣 我在波台那裡 看到有人討論 小豬厲害還是快人厲害 沒有得比 有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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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一定要懂得控制節奏的 那個球員 就為之是厲害 又不是的 不是嘛 那個問題是 那個球員本身的角色功能 是不同的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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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去rate 有球能力強的球員 腳下能力強的球員 還有一個腳下能力沒有那麼強 但是善於無群跑的 強的球員 是不是 你問我rate誰高一點的話 我只是給我的喜好回答你 我喜歡錢仔多一點 但是如果你問我的話 在一個體系裡面 哪一個東西重要一點的話 OK 有球和無球 就是講講大家 合不合的問題 是 是不是 可能到頭來 普班不適合摩年頭的體系 不代表他不是一個好球員 沒錯 對不對 又或者反過來 輝蘭尼 是不是 他沒有小豬那種控制節奏的能力 但是他不是一個好球員 他都可以是一個好球員 為什麼一定要有一種 就是我很奇怪 現在大家都很喜歡有一種 所謂的 類比 不只是一種 很單純 很麻木的類比 甚至乎去分Plan A和Plan B 我不是這樣看的 因為Plan A 就代表著是 你迎合潮流的一種大的主流 是一個沒有那麼主流的方案 Plan B 是一個沒有那麼主流的方案 你問我的話 如果我是一個教頭 我索性我只想一件事 對手是誰 對手是誰 對手 自己的那套 球員 包裝出來的 打出來那套 看要什麼 就是這麼簡單 不用想這麼多 我也是那一句 等於你成功的教頭 有些 或者他教其他隊 未必成功 可能教這隊 他這麼適合 那些選材 適合他 我只是用那些例子 就是你 路維 現在教德國隊 反過來他可能教球員 不行 大哥 他真的 他德國不出席 那個人才 讓他這樣沒有 這樣玩 這樣試 大把時間 大把 給他試 但他每個禮拜來的時候 或者那些大媽媽 不同 或者當年雲高爾的時候 喂 他的阿積士教 哎呀 馬爾都拿冠軍 啊 還是教巴塞 還是教其他隊 拜人的朋友 全部反他 喂 同樣是李華道 李華道 怎麼會打疫 大哥 老虎 他本來放中場 就是中間中 或者第二中中鋒 後上有射球能力 三下射死你 那麼 他硬是要把你打左翼 那你有辦法 他是要把那個框框 4-3-3荷蘭式 4-3-3 你不要拼左 這樣 那你有辦法 或者最後你會因為 你誤解那個 你有一個情況就是 你誤解 或者不是誤解 是球員本身的特質是這樣 是啊 但是因為體系需要 其他人都已經失了位 你要硬去用這個球員 去配合你的體系 一樣 他不習慣的位置 是啊 就演繹到 雲高爾推到迪馬利亞 打Wingback 是啊 我經常都用這個類比的 你經常都在強調 你要改造一個球員 改造一個球員 要versatile 我問你一個問題 那好吧 是不是代表迪馬利亞 不versatile 不是啊 迪馬利亞是個很好的球員 是不是代表迪馬利亞 不versatile 我都不喜歡阿安妮球員 但我阿安妮球員 其實近年 你們不針對迪馬利亞的原因 是因為圍高爾賊的 是 沒錯 為什麼你們現在針對普帕 不是針對摩連盧 因為現在摩連盧 高爾耳影響 不簡單 但是反過來 替小豬慘 為什麼小豬不可以適應 這些就是雙重標準 我 說真的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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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來都公平 我對小豬很公平 其實他年紀這麼大 而且他不是那種 真的對抗性很強的球員 你年紀這麼大才推他打英超 就是推他去死 這個其一 其二就是你 話說是解釋 這一套的戰術 其實他很適合打的位置 要不然你這樣打 你真的愛死他 是不是 是啊 你不如找卡布卡打 你為什麼不找卡布卡打 你還不找卡布卡打 我也是很有趣的 大家一直在指著普帕來罵 又不見 在小豬被摩連盧放棄的時候 大家又拿回小豬 替他慘悲 很可憐 我對於這種雙重標準 去看某些教頭 某些球員的球迷 我覺得我替他們很悲哀 如果說回其他比賽 英超 或者叫英格聯賽盤決賽 英格聯賽盤決賽 英格聯賽盤決賽 那一場球當然要講一下 萬成和阿仙奴 那一場球當然 講到阿仙奴球 就是一殼眼淚來形容 其實那一場球 說真的 我真的是一個迷思 我也講過 雲家為什麼 買了奧巴美揚和米希達恩之後 似乎對 拿卡錫迪正 好像全放棄狀態 還有一個問題 我也救病了幾次 其實問題 為什麼 高拿仙奈有什麼錯呢 高拿仙奈有什麼打得不好呢 我又覺得貴錯到現在 因為他位置感 對防線的保護差 當然 我也明白這件事 但問題是 你一個好的教練 就是 你如何調整球員 也有責任 你為什麼令他更好呢 他也有責任 不是完全是 站在球員上 因時制宜 其實 但是問題是 你覺得現在阿仙奴套 變成這樣 我真的覺得很可憐 我覺得首先 最要命的位置就是 你搬走了奈卡錫迪 是啊 因為其實現在整隊球 在山齊士離開之後 唯一可以在前場 最爆是他的 不止最爆 最重要是 保持球穩定 沒錯 嚴格來說 奧斯二不是保持球穩定那個 沒錯 而韋書雅 也不是類似這樣的角色 真的能夠穩定地保持球 等其他隊友殺上去那個 不過就是奈卡錫迪 還有最慘的是 奧巴美揚 有一樣東西比他更差的 就是 奈卡錫迪 可以很多時候做撞場 做配合 跟隊友 但是奧巴美揚 就獨孤一味 就是你給他 然後自己殺 是啊 或者他在龍門口 就不入 關人 就是這樣 整季 阿仙奴最錯的事情 都不是什麼 放生齊事去曼聯 又或者是 其他那些轉會 什麼放張白 去利物堡 那些通通都不是 而是買了奧巴美揚 是 上季就買錯了 哈卡 今季就買錯了奧巴美 下季呢 再下季呢 下季 不是啊 現在說 雲家 沒得開那個緊急大會 是不是炒他啊 我覺得不是 應該不是 阿仙奴那種 邏輯是很古怪的 你以為 雲家 你以為他死 又更加不會死 沒有什麼 不是 是不是 這種權力 邏輯很古怪 還有 那個問題 就是我真心 雖然我都不是什麼 厲害人 但是 我真心覺得 如果你整個雲家 打三後衛 你既然出了一張白絲 為什麼 不真的用蒙萊爾 打三後衛的偏左 然後把哥拉仙奈 打到左邊 就是你們兩個 那樣的寶具 互相 起碼穩陣一點 第一 第二 張白絲老實說 有多少了 這幾位大家很清楚 就是你出他 不就慘了 老實說 又不是賴他 但是 他真的不夠班 你這麼粗 三後衛 又要這樣 那你其他球員 那一場球又打得不好 像 你所說 其實 下卡 那一天幾乎都很厲害 又被迫 又掉了 那些球 整場球 你問我 最合格的那個 就是韋孫牙 韋孫牙 還有鬥志 他真正正可以抬起頭 走出來的那個 還有 你看到他 是真的 和你死過 至少 我怎麼都和你死過 我輸 我都要死 死了先 這樣 沒有 不是說那麼多 戰不戰術的問題 純粹是 從那個 球隊的那個 士氣 或者精神狀態 打得很厲害 阿仙奴 阿仙奴最大的毛病 我覺得現在 是 一方面 是球迷 對球隊的那個 希望 那個 信心 是 應該是消磨到七七八八 現在沒有意志 一方面 這個是一個 我會這樣形容阿仙奴 就好像二十三十年前 柏洋 說中國人的特質一樣 他說中國文化的特質 是一個 橡崗 我覺得阿仙奴也是一個 橡崗 橡崗是怎麼樣 就是你 放任何石頭下去 一聲 你放下去 大海 放到水裡面 都會有些反應 放到橡崗裡面 直接沉下去 沒有反應 阿仙奴是橡崗 現在最慘的球員 你說球迷本身是一個橡崗 是不是 那魂家當然要做 是啊 叫做 永續 現在你永續 是不是 不說那麼多 什麼永不永續 總之 你現在 魂家是一個定局 你不支持 你做了什麼選擇 你只有支持 球迷是這樣 回到球員的奏幕裡面 也是這樣 好了 生齊善 是不是 走了去曼聯 你可以罵他這件事不好 但是他從來都沒有辜負過你阿仙奴 數回近這一兩位 他給了你 給了你 至孝烈以來已經給了你 從來都給了 是不是 你 最後為什麼要走 因為你這隊球 那個帳光 那個帳光 是會磨蝕一個人的那個心氣 沒錯 今天生齊詞 明天葦孫 下過到誰 其實 在山齊市前也有 雲佩斯 雲佩斯 雲佩斯也算 雲佩斯也算 雲佩斯 雲佩斯那個都沒有去到 是一個這麼貼切的例子 但是三齊市那個很明顯 就是因為你整個球 是一個漲光 漲到 那些心氣都沒有了 是不是 他真的是一個很瘋的例子 張白龍也是 我上次不是 如果你對個人的球員生涯 是稍有要求的 你不要踢阿仙奴 是不是 球衛我不敢說 是 球迷畢竟是一個宗教 沒錯 宗教的東西是 你看到那個宗教 多淪落多多墮落都好 你對你的信仰 終歸要有些信心 是 不過如果你沒有信心的時候 還要繼續堅持你的信仰的話 對自己是一個折磨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球員 你希望有未來的 那你是賺錢的 大哥 走啦 不要加那麼多 好像一個人生規劃 是不是 是啊 我講這句話 我擺明是講一下的 可能有些人聽完很容易 今天就去曼聯波三個 但是這個是真的 這個又是真的 當日 等於我們 你猜我們 很久沒經歷過嗎 一樣 喂 那時候兩個騙錢 兩個未過佬過來 買了一些古靈精怪的人 騙錢 又找人賣 又搞到球員 賺氣 我們那時候 隨便吧 贏輸也無所謂 不降班 OK的了 那時候是這麼想的 大哥 那時候 不過鄧姐一特慘解 鄧有幾個球員慘解 這樣 但是相對萬成 就 就是 即是你未 即是 他現在的4231 也有些問題 但是相對來說 對對手已經根本有問題 完全顯露不到他有什麼問題 試試 是嗎 大哥 第一個球 你這麼早已經 被阿古魯18分鐘 喂 阿古魯很聰明 喂 你的中堅 梅斯特阿菲 但這裏我真的要 question 我也要 question 回文家 是 你選回來 德甲選回來的那些人 全部都在這些大場面 全部都失拖 全部都失拖 是不是這幾年 你找人 那些路線方針有問題 絕對我只有這幾年 找人 那些人 不正確是德甲 德國人 或者德甲背景 兩樣加起來 梅斯達菲 奧斯爾 是吧 然後哈卡 梅迪薩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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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這些背景 高拿斯納也是你說買的 大哥 還要免費 然後你又說不適用 老實說 究竟是 我不是說德甲的人不行 而是 德甲很多人 現在 德甲是何其多人 是不是 還有哈卡 哈卡也是很典型的 你問我 德甲是不是沒有人才 德甲絕對沒有人才 德甲人才有很多 但是為什麼選回來的 德甲背景 德甲背景 那些都 Aria 出事了 人家曼城 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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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道簡 人家 迪布尼 都是德甲背景 或者你利物浦 是不是 要去執 照樣執照 德甲背景 照樣執照 可以執照 人家都很好看 帥哥 可以啊 阿西奴 為什麼每個人都這樣 不是啊 你講回頭 你張伯倫 今天我相信他應該 慶幸自己 走了 我也說 阿普 不會帶給你冠軍 也好 起碼帶給你一個開心喜悅 型 阿波 不會每次都打到這樣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我就說 這個就是張剛 所以 是不是 你如果是這樣的 你自己 球迷也好 球員也好 是不是 都不會有任何的 一些變化 在那裡的時候 不過我就知道 繼續沉浪 我也同意 因為阿尼昨晚自己做了直播 你說 曼城是不是完美 絕對不是完美 但是 其實 我也是那句 當他還沒完美的時候 你們都搞不定 那麼 你再過一兩年 如果讓他再抗軍 或者讓郭迪奧娜 再修補一下 球員再成熟一下 那你們怎麼辦呢 我真的覺得 對不對 因為現在 其實你看到 曼城很多球員 是正在向上的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郭迪奧娜 我從來都很喜歡的一件事情 就是 他把一些球員 譬如 一般的 或者年紀大 都能夠幫他 有一個重生 譬如好像金濱尼 我覺得 都有一些改變 甚至 澳大文迪 我也一般的 他 他在曼城 還可以 又 很善用 每個球員的長處 就盡量縮減 短處 或者用一些體系 幫助他 這件事 其實 還可以 還有 這場球 你可以看到 起碼 在兵源上 其實他是救的 他真的是救的 你想想 Greybill Jesus 打後備 那 拿破迪 史東斯 甚至正選門將 伊達臣 傳媒都打後備 其實他有兩條線線 都可以用 我不擔心 我完全不擔心他們 完全是萬成 當然 歐冠我經常說 很多變獸 很多原因 或者很多 都包含運氣 甚至當時的 有沒有傷病庭 那個問題 也是很關鍵的 沒錯 其實萬成 都沒有什麼挑剔 沒有什麼挑剔的 你想想 他又把左閘位置 明知沒有一個好的左閘 丹尼盧 又照樣打 甚至大夫 又照樣打 找個年輕人 仙真高 又照樣打 他真的厲害 這件事 我佩服他的 還有 講回那場 也要講一點 雖然我們講了很多萬年輕人 那場球 又突顯到 其實那場球 又是盧卡古 起碼打了一場的爭氣球 我亦不是完全 抹殺摩尼盧 這場球 你說如果在報紙上 這場球 打得不錯 這場球 反而我覺得 車路士越打越縮 又是防守 已經突顯到好 看過半場的體能 對 越打越縮 尤其是去到 尾那二三十分鐘 超級明顯 所以那場球最勇敢輸 最後15分鐘 超級明顯 還有一件事 這場球突顯到 就是 努卡古 我欣賞那個 第一個入球 他完全是應該做到這些 以他的質素 以及他的身形 老實說 腳下球 你勤勤練 高大球員 很多腳下球 都可以很好 努卡古其實是要苦練 以及自己去爭氣 那球球是漂亮的 尤其是 和馬迪爾 再加上和阿山齊斯 那球球 我相信是 阿山齊斯加盟之後 是一個最早合得 或者叫做組織得漂亮的入球 整個就是 有一腳是 山齊斯 彈給努卡古 搬車身 那球也漂亮 那我一腳其實都交得挺漂亮 射也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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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其實你說 是否完全沒有可能 就是把 好像Ary說 把這幾個球員 可以打得好呢 也不是的 問題是怎樣 去教練 你收幾百萬英鎊 一年 大哥 有你處理 我們口水噴噴 沒理由我們去搞 我們搞到 其實仍然有一個很主要的問題 就是 你慢用下半場 為什麼可以去到 優勢較為大一點呢 有沒有留意 Rashford 他下場的時間 是多少分鐘 Rashford 就去到這個 不是Rashford 蓮加達 蓮加達 75分鐘 64分鐘 入球 5分鐘 其實就是 正正的你講 開始體能下降 那個時間 就是 其實就 換Rashford 在蓮加達 當然 可能有很多 那些 球迷就 替Rashford 不值 其實Rashford 其實表現都不是差 手指負 就說Rashford 有機會會離隊 因為 曼尼的續約 那方面 也是的 但是 你如果就是 就著那場比賽的效果來看的話 其實 曼聯是個人優勢 對車路士的防線 優勢 反而是明顯的 是 尤其是剛才提到 普巴其實對 簡迪的牽制狀大的 是 這個問題 不是就是今年 大家看看球 上季 曼聯營車路士那場 其實普巴也是對著 簡迪一對一 是 是 為什麼你簡迪一個這麼強的防守中場 打溫浪溫 對普巴是會輸的 身高問題 是吧 還有普巴的技術問題 OK 結果你去到去 不知道上半場已經有一下畫面 普巴自己推到車路士禁區那邊的時間 被簡迪拉鐵 搏倒 簡迪拿王牌 就是知道車路士又入球了 是吧 但是那個是反映著什麼問題 反映著你 曼聯油功轉手的問題 是 如果我們有時間的話 我們可以嘗試拿曼聯這幾季的 那些 油功轉手 搞到失球的那些畫面 再做一個比較的 很多都是很像的 那些問題是 但是純粹拿那一腳球來表現的話 普巴對簡迪的威力是大的 嗯 這場球你問我 簡迪呢 他一方面是比普巴牽制得很重要的 同時 另外後面的三後防 是吧 AZP 基斯丁臣 魯迪加 基斯丁臣 和魯迪加 那些單對單的弱點也是很強的 那說明有什麼問題呢 是吧 純粹是體系 其實也跟個人是關乎的 個人是關乎的 始終你現在 如果對於曼聯 他身高又有 體型又有 再加上 其實他本身不是沒有記訊 那些球員是山祭司 魯迪加股 但是你由連加特落場 也驗證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曼聯現在的陣 本身就是在無球跑動的配合上的設計問題 是 如果你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教練組的責任是在哪裏呢 如果能夠 照著 可能我剛才說過的方案 如果大家也不想合作的話 就是說無球跑動的配合的話 做好一點的話 其實曼聯現在的進攻火力 對比賽的控制 會不會好很多呢 應該很多 是吧 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好了 這些球你贏了 但是其實套路是不穩定的 是 跑場 以至於可以輸場很厲害的 他現在就很靠球員的閃光 就是突然間那一刻 真的不關閃的 真的教過的能力 其實是 比如他剛剛結冬那一陣 就靠連加特 是不是 是啊 如果你說這些球 這些勝利 你作為問球員 覺得很開心 是 不是不覺得開心的 是吧 但是我覺得 你做了 球迷一段時間 是不是 我不敢說 我把我的要求 加在你們身上 你們對於足球比賽的 那個內容的理解 或者要求 是不是應該高一點呢 就是如果你問我近期 你是很開心的地方 不是贏球 不簡單 但是最重要 球員的套路 已經很清晰了 沒錯 就是很清晰 廢明爐做什麼 在古天堂走之後 問你是怎樣 在古天堂走之後 廢明爐更加清楚 沒錯 然後 張伯倫出來做什麼 其實球員很清晰 那變成 其實 安尼賈 現在多了很多功夫 或者多了很多表現的機會 當然 他很大機會走 那就比較可惜 但是當然 李日浦也有一些想法 所以其實 所以我反而喜歡 我之前 其實早兩年都和大家說 當高寶來的時候 我相信 我相信高寶不會帶給李日浦冠軍 但是可能帶給李日浦一些改變 我自己也不夠說 無論整個踢法 甚至整隊球的氣氛 會不同 那是否再有下一手 才能讓李日浦再上一個層次 不知道 可能甚至 高寶本人 都會有一個層次的提升 這個也是他自己個人需要 甚至球隊也需要 可能會有些聽眾的無言 因為其實我們一直說 我們很少會回應聽眾 沒錯 有聽眾 甚至說 不如盧卡古踢右翼 我覺得這個 不是踢翼 而是說 球員的跑動 的位置 的線路設計 和隊友的配合問題 不要純粹用位置定死球員 真的 大家很多時候理解 球員都是這樣的 另一方面 有些早一點的聽眾 東哥就說 馬體有回Costa 我覺得未必輸給萬 你以為萬成嗎 哈哈哈哈 OK 那拿卡錫迪等基沙文 走了之後來馬體 這樣 OK 不過我覺得兩個球員 功能不同 功能很不同 不過如果說馬體會 我也要說一點點 其實歐霸杯 他們的機會很大 我現在看的款式 還有我近期跟馬體會 有跟馬體會比賽 從來都說 哇 那些狀態 而且一有迪亞哥斯達 完全是 令到激活了阿基叉文 昨天晚上入四球 只是激活了他 有一個聽眾就說 似乎想回應我們剛才的討論 就說 有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Kip Lee 歌瑞絕對不算是 看宋直返的教頭 我覺得其實是兩種 完全不同的philosophy 這樣 不是 他從來都成年 他說不能練的 前方 買 他都很明白這件事 他想回應我們剛才說的問題 是 就說 有些教頭 就喜歡按球員的需要去調教的 是 有些教頭 就是有自己的philosophy 那我反過來問你 是吧 你覺得普巴克 落到雲高爾 跟落到哥迪奧拿 那裡 那個發展會怎樣 那完全不同 如果 這個普巴克 落到哥迪奧拿手上 是吧 他未必是不好 是 甚至乎 哥迪奧拿 可能會有一些 很出其不易的一些 玩法 另一個玩法是不同的 是吧 但問題是 如果你就著這個球員 過往的成長的特質去看的話 他的用法 以及 甚至乎整個球隊 應不應該圍著他來踢 是 就是為什麼你當初祖雲達斯 這麼有必要 放普巴在這裡的原因呢 是因為 普巴是有這個需要 放在這個位置 是吧 派路和普巴 兩個角色 相對於普巴的界面 是模糊一點的 好 我就索性 我就圍著你普巴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其他球員 眾聲拱著你 是 當然可能有些聽眾 或者是球迷 和我 對總記的理解是不同的 對不對 但是 我自己又覺得 在當時普巴發揮的角色 和他的自由度的理解 他 似乎是球隊傾向圍著他 多於他遷就其他人的 至於你去講 哥迪奧拿 和 剛才那種邏輯 很不同 沒有說哪一種是絕對的 沒有說一定是對的 我都不會說有哪一種絕對 但問題是 所以 就算是哥迪奧拿 他去建立一套方 有些球員他要改造 是 他還是看到那個球員 實際上真的有這個空間去調整 都是回到球員的踢法和能力本身 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等於他改造 沒有踢防鐘 就是 反而他就有這樣的技術 也有這樣的經驗 這樣的閱歷 然後他就找他 但是是不是所有球員 都一定要這樣去調整 都不是的 不是 因為一個球員 他的成長 他哪個階段去做這個轉型 全部都是有一個 career 對 你不如反過來我問你 為什麼 Yaya Torre 當初在巴賽的時候 他不將他改造成一個四路位 這個就是個迷思 是不是所有球員都一定是 合適去改造 還是他純粹不適合這個體系 但他去到曼城 他只能大放異彩 說真的 如果你回到耶托尼 為什麼你又想回頭 他其實 他其實 手下也不適合 如果你這樣解釋的話 那是不是你 Yaya Torre 比布斯基斯這麼不如 我想你作為曼城球迷 你不會這樣看 是不同類型 再加上 當時耶托尼在巴賽 第一 上陣時間不多 第二 他根本體系都不適合 但是經常 拿球趴繩 完全撞場 或者叫Holding 帶好耶托尼的強 看都不是這裡 耶托尼有大步 射門能力有強 後想能力有強 他根本都不是那些踢法 所以其實 你說球員如果他不能夠適應改造 就一定是較為差一些 我覺得這個論調是很不切實際的 不是的 真的回到球員本身去看 我從來都相信 球員都是天生的 真的有天生 我等於每個人踢球 我自己踢球 和別人踢球 我也有我的特質 我原來是左腳 那我都牽著 那你好像馬電利和阿祖利亞 那些明明右腳 跟著要踢左邊 他連左腳都練起來 那他就厲害了 但是我不行 我死了 你叫我右腳 右腳我以為站 那我不行就是不行 那些事情很難的 不是說不行 但也不是最好 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是這樣的 沒錯 山板難道真的可以來衝炮艇嗎 難道你去怪山板嗎 阿哥 不如你怪你自己 為什麼你可以山板拿來衝炮艇 衝炮艇 對加度數的寄望 或者想法不太大 其實近期就看到有些改善 那這個其一 我相信就是 跟他個人的character 都有關 就是他個人 在更衣室裡面的效果 更衣室的效果 第一 還有一個問題 你看到如果近期的陣容 有些斯文人 球迷會很心碎清 他是不會用死馬的球員 而且他不會用死馬的球員 而且他會遷就不同的對手 不過也值得一讚 最慘就是 我想苦了蒙迪娜 蒙迪娜從來 在用人上舉旗不定 就經常在這裡 好像比如這樣 我們留意一下 一個科爾迪娜球員的基斯 大家都知道他近一兩年 起二甲武器 我剛剛那場在羅馬 踢得很好看 大哥 他擺個位置 很適合他 現在 現在 A.C.M.A.N. 就打四後衛 但是中場 就打三個中場 就是碧莉亞 打正中間 但是基斯 就是用那個功能 就是他 跑動力強 衝搶比較好 在中場掃蕩 上前上後 上前上後 他的功能就很明顯 這個就是對他 那時候蒙迪娜 就經常找他打邊 找他打邊 也不是打邊 大哥 那你找他打邊 那前面 最重要 他用了幾個自己的賠分球員 好像卡比亞 右閘 然後前面 就用了 古東尼 還有 中堅用羅馬 來搭 邦魯茲 兜了一個大邊之後 還是發現自己的清分 那就是 這幾個不適合 又是意大利仔 又是年輕 當初 李永雄走進來 We are so rich 是不是 喂 不用選這麼多東西 老實說 不用這麼多錢 冤枉 最後發現 是啊 冤枉 你問我 暫時來說 看收購 邦老師好像叫做 稍微 settle 因為我相信 加道素 現在擺 和羅馬來打的雙中堅 其實有一些幫到他 還有 再者就是 其實我也是一句 其實是否一定 全世界打三後衛 他們要打三後衛 我又不覺得 因為其實現在 你看到AC打得 近這13場 還沒輸過 昨晚還要打 二大杯四強 跟拉素 是和了四十兩 就贏了 你看到球隊的試也好 還有 起碼有一個 10號的殘路股 我覺得打得 像樣 殘路股 根本是可以拿球 射球 比球 即是中場是一個能手 之前就說 蒙迪娜 假隊伍這單刀 正如我們的主持阿金所說 他搭上 波納蘭道拉 和一路 反而是不重疊的 是啊 不重疊的 反而現在 但是我覺得 嘉奧蘇很清晰 自己用什麼人 需要什麼人 甚至 哪些能幫到他 他也很清楚 所以 季初大家都 買回來 打算 李先生 叫老闆付錢 什麼卡連力 完全是後備 波連尼 直接是後備 加時才換他出來 安達斯說 直接換也不換他出來 其實其他幾個球員 根本是不適合的 所以其實剛才那個陣容 現在我相信是 近十場八場 加到數很清楚 這十多個球員 其實是他最適合的 尤其是 我都不明白 季初打得相當好 尤其是熱身賽 為何不試試用他呢 然後機師打回中間 中場中 根本就適合了 我都不明白 防守由現在馬上賺了這麼多 所以我就說 有時候 花錢多錢 不代表好 而且 至少 左邊手 就是 諾迪股斯 都打回正常的 諾迪股斯 至少攻守 各方面 拿回平衡 平衡很多 對AC 很像樣子 相反 國米 國米最近很艱辛 贏對賓力雲圖 都贏得好像很艱苦 很厲害 對AC米蘭 只不過是 其實陣容沒什麼大變化 球員的配搭 也不是很大變化 只是大家的分工 分工和擺位 清晰了 加浩素 我也看過他不是要名牌 如果你看名牌 或者你看球員的國籍 或者你看他買的新價 他肯定不會出 你一瞞到你 我打後備 至少你看回以前 蒙迪娜的年代 有一些很無謂的控球 我還搞笑 他也不知道 寶蓮尼去打一役 我覺得他拋頭 這些也是拋頭 他拋頭 但是現在似乎 大家找到一個兼容的方程式 而且暫時在聯賽的收穫都不少 現在甚至 意大利幫他計算 媒體說 有機會上第四 有機會打歐冠 如果這樣走勢 其實是不奇怪的 好像近期 去打一些比賽不容易打 好像上個星期 聯賽人羅馬2比0 剛剛這場又對拉素 羅馬這場是六分球 六分球 加上還有意大利盃 最重要的是一件事 意大利盃入決賽 起碼拿歐巴杯席位 第一 第二 入了意大利盃入決賽 最少如果計算獎金 和卡拉 起碼要先代五百萬歐 不要小看這筆錢 你打餐打死 打歐罐 可能拿兩千萬 那你拿回四分之一 如果贏了冠軍 起碼有八百萬左右 至少 你不要說 A千萬有錢 有錢不代表會這樣扔 還有 還有 對球員及教練團隊的信心 是很重要的 不如這樣 肥叔 嘗試給你猜一個問題 是 你覺得 如果今季以甲元貴 你覺得第三、第四 最後哪兩隊呢 如果看現在走勢 我自己覺得 頭兩隊不用多說 一定是左仁達斯 和拿波利 我覺得 拉素 跟AC 是很有機會的 如果看走勢 你覺得國委 這個下半季 都是有機會大奔盤的 至少你提 有一件 我覺得這個領隊 有好也是不好的地方 好 他就先幫你找了 但是你說要他去到 一些扭轉的問題 他自己也沒有Pan B 他其實真的沒有Pan B 我看了很多比賽 還有看他教羅馬 他真的離去那兩個 兩個下半孔 現在問題就是 莫正明人 當阿伊卡迪 一 死火受傷 或者死火 甚至當佩利錫 或者阿簡達華 一 沒有了一個 或者打差一點 完全沒有Pan B 終於是沒有突破的 沒有後上殺 什麼都沒有 大哥 那你死吧 對著賓利雲圖 綁尾 作下沒有贏過 那你不贏就有鬼了 對不對 沒錯 所以你那一場球 不可以成為指標 我覺得 所以 國米雖然自面上 雖然國米和羅馬 羅馬都算是 分數比AC 但是我覺得 近期AC 贏了這兩場很重要的一球 尤其是 贏了羅馬 最重要的是 意大利杯搞定了 拉數入決賽 我覺得對這群球的士氣 和走勢 應該是有幫助 絕對有幫助 絕對有幫助 其實有時候 我經常講領隊 都講 教練及球員的character 加度數是絕對一線之差 他可不可以成為一個好教練 如果他的脾氣 和適量地打他的脾氣 是一個好教練 這位球員 只是等於師傅來 你說他的球員 又茅 又奸詐 又臭底 又經常拿紅牌 但是他的教練 他OK 他鼓動人心 甚至他 最重要的是他很清晰自己要什麼 他最重要的是 哪個球員適合 適合 不適合 拉斯吉洛 你是不是 例如說 跳了跳步 他賣那兩個球員 給大連一方 根本那兩個球員 他都不用 沒錯 加爾坦也不用 然後加爾坦就失寵 所以其實沒有問題 他很清晰自己要什麼 是不是 異甲說到差不多 也說另外一個話題 歐巴輩的抽籤 你看好AC還是阿仙奴呢 我第一時間想問一下 不用說了 我現在 尤其是抽籤之後 我絕對看好AC 絕對看好AC 剛才我們已經解釋過了 現在阿仙奴這樣的環境 還要很好笑 第二回合 你對著那隊這樣的球隊 不要得罪說一句 你隨便怎樣都會贏 掛主場 我真的很得人害怕 覺得阿仙奴 對著那隊球隊作客 能夠大炒 歐斯達伸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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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瑞典超級聯賽的 瑞超球隊 別人還未開季 那你作客能夠大炒 其實明顯是你的質素 你在主場 無論你派副選也好 你怎樣都好 你應該贏的 那場球真的好笑 除非這樣 你說 喂 不是啊 球會下命 反正都進級了 做一場假球給他贏 我們賺個盆滿盆滿 我沒有說話好說 如果你這樣解釋給我們 大哥你出什麼人 你以為你出的那些人很壞嗎 你說出的年輕人 又說 委書亞密希達恩 賀定比爾蓮 大哥 高娜絲娜 奧斯賓娜 伊和比 跟著前面 都叫有委迫克 但問題是 你是不是壞到連和都和不到 我真是扯了頭 這件事 憤怒到 這場球的恐怖程度 比輸起萬成更恐怖 都是 唉 就是 又要說回這個大將綱 都是覺得 唉 很複雜 譬如 除了剛才說奧巴美洋的問題之外 其實我們都留了數 米希達恩 唉 米希達恩和奧斯爾 我比較傾向 他是想利用 米希達恩和奧巴美洋的組合 組合 尤其是加上 可以拆到一些更快的攻勢 但是 踢踢一下 你又覺得 會不會跟奧斯爾 還是有些堆疊呢 因為兩個都是較為 靠中間的球員 都是那個問題 阿仙奴現在沒有一些 可以拉開邊線 利用邊線的球員 也是很死的 就是這樣踢下去的話 真的好死的 是啊 你去到歐巴這些場合 贏一個奧斯特紳斯 他這麼辛苦 然後又對回對面的 A.C.米蘭 你邊線又沒有什麼特別強的球員 可以去運用的話 那怎樣去做一步去威脅對手呢 那我現在以十六強的秋千名勢 老實說 我從來都是看好馬體會的 還有看近方 我看好馬體會的 絕對先蒙利 很清晰自己要什麼 聯賽第二 都十拿 八九穩的 還有看他走勢都走不掉了 頭三名 頭四名 再加上 喂 你不要面子 我先蒙利要面子 大佬 起碼球員要爭氣 馬迪歐哥斯達也要爭氣 我覺得球員會爭氣 老實說 馬體這些班數 今天就踢歐冠 不過上半季 真的錯了一些東西 不知道錯什麼 突然是那個狀態 和那段時間 歐冠是失了零 但是你看到 一收剩下馬體會 很可怕 DC 雖然我 對DC 我會有些挑剔 但是 我那種挑剔是 我覺得 挑剔還挑剔 但是DC 的確確實是 現在斯蒙利最需要的球員 還有 這些球員很差 他認為領隊 他賣了命給你 這些球員是很可怕的 他肯去 他肯去打 他肯去打就是兩個世界 他不肯去打的時候 不是 但是問題 第一 起碼他自己的心有所屬 都是馬體會 第二 就是 至少 一件事是斯蒙利 就搞定他 和隊友合作無間 他回到他 似乎 都如得水 入球 入球都OK 而且他也不是欠入球 他就是基斯文尼入 基斯文尼入 總體來說 這間歐霸 馬體會在排面上 排面高 有優勢那方 當然 如果你說我爬冷 我個人覺得 其實 拉數 拉數是有些爬冷的跡象 有機會 有機會 因為其實我都 大家都知道 我都挺看好 斯蒙利欣生姬教球 而且那對球是在上升 看到他在上升 這件事是 斯蒙利欣組合 整個陣容 整個陣容 合理 反而他 大哥 勞卡古 那個勞卡古 打得不錯 反而你不要說他這球 粗粗粗 但是至少 斯蒙利欣 擺在位置 以及在功能上 很清楚 自己經常跌下 左邊 對著去 而且很清楚 你想想 斯蒙利欣就是有一件事 其實大家認為已經是 江河日下的勞卡斯 起碼在拉數和耳隔都還可以 之前打得不好的音樂給你 或者是阿爾拔圖 全部都打得OK 那你已經明白到 這個領隊是 可以用到一些球員 就是 大家認為不行 或者是英超不行 那他就打得OK 我幾有信心 甚至乎迪維 走了之後的拉數 防線的實力也沒有很大影響 應該是的 還有看他本身用人 還有 最重要是打起了幾個人 就是 米蓮高域沙域 甚至 他中場的 帕羅勒 我從來都不覺得 他是一個很高級的球員 但是 起碼很平穩 而且他可以入到那一隊 這個也是他值得入那一隊的 中後場罩得全 然後前面阿爾拔圖 和米蓮高域沙域 懂得玩換位 沒錯 他說 加上音樂 比你在聯賽的入球量更穩定 其實 拉數現在在聯賽 基本上都大局以地 我也覺得拉數的機會很高 其實 最重要是一件事 我經常都說 你對強隊輸 不要緊 你輸給AC也不要緊 但問題就是 你對著弱隊 撿 撿 撿 但是他的風格就是這樣 你是沒得 你是籃不住那些球員 你喜歡拿玻璃是喜歡這些 都是的 你是籃不住那些 不過他又不幸 他剛剛受了強 第一回合 對著RB 羅伊錫 他有些大議室競爭 他第二回合其實都OK的 只不過他的賽入球 輸了這樣出局 我還想看決賽是拿玻璃 對拿德烈 其實我在想拿玻璃 有機會 誰知道這樣出局 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可惜 不要緊 我寄望一下 就算了 你現在的心態很清晰 爭冠軍 爭二格冠軍 無論從拿玻璃的球迷的歷史 球迷的期望 雖然我從來都是一個祖雲達斯球迷 如果二格來算 但是我也覺得拿玻璃衝擊一下也好 加上一些南北的關係 南部有時候衝擊一下北部也好 衝擊一下馬亞人 或者 二格連連都是祖雲達斯的悶 我也覺得很悶 其實我也覺得很悶 我也覺得很悶 但是其實個人 個人 這個就是我個人 你可能不認同我的 大家 我覺得可以更好 也真的可以更好 甚至寶斯初期也是 比利欽白蘭 是真的應該入球能力很高 但是現在我覺得 不夠高 還有問題是 後防線 我真的覺得 這個環質不關 任何時是賴史杜嘉的 因為 高普之後 我都說 侯母斯和蘇寶迪的拍檔 但是 顧藥金湯之後 是再找不到 一對 或者叫一個 比較 尤其是 河母斯走完之後 更加沒有一個很穩陣的中堅 你看到 帕巴和托帕克 最好笑的是 那場球對著 對奧加斯布也贏不到 接著 新奧波 原來就是 帕巴追留 追留對方的單數 接著他就看我 做一堆鬧鬼 哇!搞錯啊 誰不包 或者不包抄 或者不幫我追 人 但是那是你追 他 你這些球員 其實中路防守 是有問題 那這件事 如果你在中場 我說過幾晚 尤其是在德甲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講的 你經常出一些 只能把華異高 加加斯道 甚至加上春珍珍 你其實 只會死 你不要以為 德甲其他球 才不會攻 你真的剛好 除非這樣 你好像杜曹年代 你入兩球我入五球 那你就有機會 不過我想 現在多明特 一方面又是得格第二 暫時 怎麼都不要被小哈0-4 但是不是 現在差一分 法蘭黑風差一分 尼華也是差一分 RB劉比錫都是差 41差三分 你又去到第六位 南非錫鴻牛 38分 38分 41分 其實現在是五隊 差三個位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 當門都很穩固 雖然前面很好看 巴舒阿姨能入球 萊斯好像很好 哥斯又打得好些 舒爾尼又打得好些 但是如果這樣的配置 我覺得應該可以再入多些球 你就是KO不到人 但是你進不了第二 第三球 防守 你無法指揮 然後就塞回那些球 好看 其實德格這個 不過當門都這個問題 應該是在歐巴那邊 對著強隊 比較容易暴露 嘩 就不要說強隊 說十六 三二強 他根本對亞特蘭大 都幾乎窩可的 他真的幸運 老實說 所以其實你看到 當門特爾 現在的質素 不要說打歐冠 打歐巴 都很蠻蠻的 都不代表一定贏 說回戶級的形勢 德格的話 暫時 霍克龍和漢堡 兩兄弟 暫時抱著死 其實漢堡今年 應該真的要降 太多年了 其實我真的覺得 真心覺得 你怎麼救 你都救不了 真的救不了 因為你起碼 跟勉恩師差七分 除非你接下來 又贏了兩三場 對方又失去兩三場 那你還有價格 當然 德格也還有這個機會 但是 起碼你自己要先贏 三隊現在 力爭 這個位置就是 勉恩師 和夫斯坡 暈倒不來回 25、25、24分 三隊 那其實 德格的尾三位置 你不要以為是安寢的 大家以為佛拉寶那些 都不是的 其實只差3、4分 29、30 所以今年其實挺好看的 其實你一兩場輸 或者別人對方一兩場贏 下游 又上回來了 其實也挺好看的 你看拜仁 我就覺得不好意思 已經拿了 不能說 差19分 搞錯 距離是越來越大 不過算了 這些 大家適應了 看得下 那也是 講一下亞洲波 講一下亞洲波 講亞洲波 廣州雄大 廣州雄大 就在中國超級杯 先拔頭炒 那我也是那一句 作為一支七年冠的球隊 來講 其實他在國內 遇到的問題相對不大 甚至他在上海新花 其實那場波 你已經看到 廣州雄大的球員 對於國內的環境 國內的對手太熟悉了 都完全沒有壓迫感 完全很輕鬆 再加上 質素平均是比對手高的 那他唯一 我覺得 今屆中超有兩隊 可以衝突 就是上海上港 和華夏幸福 華夏幸福 無論是教練 佩利堅尼 和 他今年買了馬斯查蘭奴 其實那四個外援球員 都是很有份量的 謝蘭奴 哈蘭尼斯 收回今年 都繼續用 其實去年他下半季 回到巴西 馬上入選最佳獸一人 和他在聖保羅 一個單天補了一個自尊 帶起了聖保羅呼吸成功 然後再加上拉維斯 還有他的華仗的實力 今年 尤其是買了姜志鵬 我覺得左路 就有所進步 所以這隊球 我和行內的兄弟 都覺得華夏幸福 還有 上一上港 今年應該是很大機會 有機會 左右恆大的霸業 這隊球隊而已 我覺得 其實如果論 鎮蓉整體的競爭 來講的話 在外蒙國一環 恆大的而確 真的比國外 跌了很多 跌了的 保連路 如果你講回故事 我都說 原來之前的 估計 以及之前的 講恆大的 但是從來的祖軍理念 或者的手段 沒理由這麼慢 果然 真的是真的 其實 最近有個訪問 简南華路也說 第一 他很想要奧巴美 都說了 好在奧河 我都說了 他去行 但是我都不知道怎麼死 我覺得這一下很慘 對不對 最壞的 你愛不到 接著最後 被阿信 但是 如果 廣州球員大立了之後 廣州球員大還會死 因為奧巴美 一定要有很足供應的球員 那你就死了 其實在中超 就要你外援 帶回中國的球員 踢的 我都說過很多次 第二就是 本來真的很想要離開高難 其實這個球員 大家不需要多介紹 這個球員 絕對 分量十足 分量十足 而且在中超很難打 有後上能力有強 遠射能力有優 絕對是本年度的 最佳替代人選 但是因為這個替代人選沒有 所以才要估敵職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 看了季初 三場球 就是估敵職合格 我不能夠將 一兩場球去定它合格 我反而去觀察的就是 其實 要觀察就是 賈娜華奴 如何起用它 或者盡快將它融入球隊 而發揮最大的功用 其實這個球員 是有遠射 有可以射佛球 或者在後上能力也強 或者防守能力也有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恆大最重 我反而覺得恆大 大家不知道 同不同意我講 看了兩場阿冠 以及看了一場抽一杯之後 其實 恆大最關鍵就是 我們所講的 那個爆點 那個爆點就是什麼爆點 當如果對手 有密集的時候 他怎樣突破呢 他突破不了 現在問題就是難 只有高拉特 阿倫呢 就要供應 還有阿倫呢 就必須要 他的穩定性不夠 那你華將呢 你說突破能力強的呢 只有一個半個而已 我覺得 余漢超 還有 鄭龍也勉強 一半個余漢超 我才能夠說 所以少了 你這麼喜歡余漢超 那大問題就是 好了 現在兩集 最慘的是 左邊的李學鵬 有時候是過了人 但是斬的那球 就肉酸到死 他斬的那一場 對武藝藍聯 就入球 那個球落點很漂亮 但是 張林鵬是來得很失望的 我覺得張林鵬 大家記得 當年 早幾年 是叫做張莫斯 就是說他殺了 張莫斯打右閘 那時候的狀況 長髮飄飄 整年右路打了 但是我現在的感覺 然後呢 張莫斯 現在就慘了 現在跌得很厲害 就是說 叫他在右路 出球 出到不知怎樣 要他突破個人 爆破他 我那時候甚至很誇張 我說張林鵬 當時在中超 是中超的卡庫 我已經誇張了 但是其實當時在中超 他真的說 一個過了兩個 但是問題現在好像失靈了 無論是體能 狀態 或者甚至 他的信心 完全沒有所跌 那你兩邊拉不開的時候 如果你看回好典型 第一場阿冠 對武藝藍聯 我都說 追回他之後 他不斷兩邊起球 不斷斬斬斬斬斬斬斬 就是說笑 好像莫斯當日教萬聯 那你死吧 那你不斷斬 你又沒有高點 你又不是說有個 新到華賴 你又不是有個高大中鋒 又不是盧卡古 那你斬什麼 那你斬的球 那你斬的球 又受不了 斬的球 又不好 那你還想怎樣 可以怎樣 所以現在你沒有 你現在是耿局 你已經是轉會槍山 以及你已經是耿局 要這種人 那你怎麼善良 我就真的想看看 你怎麼善良 怎麼扭陸淫 怎麼 喏 今天 阿立比 因為其實明天第一場 廣州打比 阿立比就在現場 跟意大利幫聊天 又在這裡摧水 那阿立比的師傅 教不教到 阿簡立華路 有什麼方法呢 我真的明天拭無以待 我真的不知道他 我覺得 我不是判死賀雅華路 我經常說一個年輕教練 永遠還有上題空間 等於阿立比 我最初在AC 我都很一般 但是他去祖雲大師 我完全改觀 這個人 完全是另一個人 我覺得差不多變了 那有時候 你因時間 因經歷 或者因球隊 你會有很大的變化 但是我就不知道賀雅華路 最終是怎樣 所以我覺得 恆大球迷 的悲觀是對的 你知不知道 有些人說 雅冠就出不了線 是啊 因為其實雅冠的對手不同 防守好些 或者人家對抗性 差很遠 個人能力又跌這麼多 個人能力又不同 譬如你對大阪櫻花 人家個人能力是完全有的 防守能力又有 人家怎麼看少制州聯 那對球又硬 韓國仔最嚴重的 就是你對他打硬仗 你真的未必會贏 即是你不是技術 激到他 你真的跟他打硬 你未必贏到他 那上屆其實 但是 恆大都已經出線 已經很敏 其實都很牙眼 我相信這一屆其實都差不多 我真心說 雖然接下來我才買少廣告 就是他主場對制州聯 但是我也很擔憂 如果這場主場贏不到制州聯 那你啞灌出線的機會 就真的很惡搞 相反如果你看到這幾年 尤其是這兩年 你看到日本球隊對著恆大 其實無論川崎前鋒也好 無論普鴻傳也好 或者六島 甚至大環櫻花也好 你現在恆大沒有這些本事 你現在沒有了個當日 其實當日我經常跟那些人 為甚麼那些人 這麼霉味 那三叉擊 艾傑森 梅力基 再加孔卡 或者江卡 一個就可以控傳 一個就爆點 一個就把握能力很強 還有幫忙協防 你那個搭配簡直是一流 完全一流 所以現在我也很擔憂 現在算了 這個也沒辦法了 只能看他的發展 沒辦法 尤其是恆大 這一兩年經營上的方向 的變化 大家都預算了 其實一定是有很大動盪的 但是我覺得 要經歷這些陣痛 無論中華足球 或者中超 或者恆大本身 都要有這個痛苦 這個痛苦 可能是將來換來一個好事 這個絕對有耐性 拿了這麼多連貫軍 那你也要接受一下失敗 你要陪伴一下球員 那恆大取樣很清楚 買了幾個U23的球員回來 其實是明知 也是必須的 至於中超的轉會槍 也總結了 大家最後的焦點 就是拿幾個 其中一個就是大人一方 大人一方 昨天我記得 絕對 我們不代表 今天 Annick沒有出現 我們是 可以回應 其實今天我也有問他 因為他有要事 所以今天沒有空做 那昨天他就會問 大連一方 或者馬體會 為什麼賣那兩位球員 給大人一方 那他就說 很誇張 很誇張 其實是這樣的 話說 黃先生 我這些政治事情 我們不說了 不過黃健林先生 由於這個集團 就受到中央的質疑 是不是走資的 你出去買馬體會 你又買萬達集團 那麼 黃健林先生 就很聰明 立刻 我還是不要馬體會那些 那些股份 我當然回來 投入中國足球 壞譜 其實那十九年前 他說了以後 不再投入中國足球 他說了 因為當時其實是一場 足夕盃 受到黑哨的對待 他立刻在賽後 開記者會說 我們想去季末 退出中國足球 我們不玩 大連萬達 不玩 然後他們就真的退出了 及後就繼續做生意 及後就 甚至出外 買了馬體會 大家都知道 但是現在的問題 就是在議席財團 跟他交易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deal 據消息說 黃先生說 喂 不用給我錢 我就換你們兩個球員過去 反正我也要買人 我搞大連一方 那麼 果然就換了卡拉斯高 和加爾坦 所以不是馬體會等錢用 不是馬體會的新的 接手股份的議席財團 貪錢 是說明 不用錢了 你不如給我兩個球員 反正我也要買人 因為其實呢 大連一方 起黃先生回來之前 其實已經請了教練馬林 接著又買了幾個球員 但是現在呢 連克羅地亞 馬利斯都不要了 就要了卡拉斯高 要了方迪 和加爾坦 剛才我們都說過了 加爾坦和卡拉斯高 然後呢 斯蒙尼就冷對待 已經不適合 甚至卡拉斯高 其實大家記得 記起猶新 就是他在歐冠 對王馬進了個球 之後 幾乎做了英雄 但是 話說 因為他有一場比賽 然後呢 就是 斯蒙尼覺得他的鬥志 和他的態度 不好 加上 好像 有傳聞 甚至除了斯蒙尼之外 隊友對他的態度 都不滿 所以呢 及後 斯蒙尼將他打得難攻 所以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跟開馬體會的球 他好像消失於人群之中 經常都沒有出 好像存在感 是的 存在感就沒有 甚至出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這兩個球員 過去中超呢 你又可以說是 迫不得已 那加爾坦 老實說 30歲 你 賣他 其實都是合理的 因為大家都明白 當年在賓菲家 傳了幾十次 說是萬元 又是那一隊 傳去就想去馬體 馬體都不適合 的時候 賣了他 也是一個好的收購 甚至最後 其實 有一個消息說 其實王健南 是很想要上泰尼斯的 但是泰尼斯 相信第一 他不會想走 第二 他不知道走不走 但是 好像說 後期 他拒絕了我 多謝你好意 我不去 這樣 因為 說他季後 應該合約夠 挖手去美國 都還沒訂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但是當然 可能 人家晚大集團 不斷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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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還沒訂 甚至去遊說 都還沒訂 不知道 不過我反而想 講一下 何西方地 是 真的 因為 生不下錢 我很開心 因為 何西方地 是一個在跌中的中堅 不僅是 球場的表現跌 不僅是 球隊的薪酬架構 裡面 拿很高的薪酬 那個 是吧 所以 其實 何西方地 踢一方 都算是 大家 取所需 但是他34歲 求什麼 求幾年 最後拿回兩年 好的薪酬 好的福利 而且 那些球最重要是意識 不過我想 都沒有預計他 可以回國家隊 何西方地 因為 一流比例在跌的同事 另一方面 他現在 這個時間國中超 可能葡萄牙國家隊 又甚少 去選擇 不是 就算選擇他 他是不是打正選 我都不敢說 老實說 是不是 你又選擇他 有時候有些領隊選擇人 大家都明白 起碼叫做 哇 他也是功臣 拿一陸的歐國杯 還有他 經驗好 或者大家 為一位氣氛好 其實老實說 你打完一杯 他在後備 我又覺得沒有壞 這個老將 是不是 現在 看回整個鐘子的轉會槍 那 你個人覺得 哪一個 哪一個的轉會 你是最期待的 最期待 最期待 對 我至少覺得 有些轉會 我覺得 球員本身 也沒有什麼需要 在這個階段 中超發展 那卡斯高大家都明白 對 卡斯高 我想 comment 那個案子 是 買什麼 奧巴美洋 阿仙奴走去買巴金堡 好過 有背身 互賭球 是啊 可能入球 不是很穩定 對不對 那不要緊 你走了 有機會 就是巴金堡 還可以多用幾年 不明白 這件事是想不通的 我絕對明白 有些球會 在買一個球員的時候 除了實用的價值之外 也會看 喂 能不能買到球衣 他是否偶像級 那些 我都有一些 場外利益 場外利益也有些關係 但是 巴金堡來中超踢 我想 應該挺屈的 其實是屈肌的 他這類型球員 挺屈的 對呀 這類型球員 尤其是他的身形 他的對抗性 還有 個人覺得 他打Bank國安 是對的 因為Bank國安 其實就不是一些 很華麗的球隊 還有現在 孫密特教 是很實幹的球隊 如果在前面 有他衝啊 撞啊 還有 他開路 絕對好看很多 其實這個 你可以說 我也同意你 說這個球員 我也想觀望他 其實他真的 沒有必要過來 不過他真的是為錢 我相信 還有你想到 譬如好像 根據保連盧 以及羅渣 馬天尼斯之後 那個 案件 是不是過了來中超 就是絕望呢 永遠跟國安隊 他一定沒有機會 譬如好像巴西國家隊 其實現在也公佈了 有一個 在澳門本來是 有個 巴西籍的 即是說 蒲羽的助教 其實已經 指定了他 負責幫助巴西國家隊 考察中超球員的 就是一個姿勢 就是一個職位 所以大家要認住 巴西軍也要認住 他其實 不是好事 即是說 其實我找人去觀察 起碼就寫報告 喂 打成怎樣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中超有錢 加上中超有很多巴西 都挺有實力的球員 其實絕對是有機會 可以打過一隊 所以找一個身份的球員 不是 就是教練 或者考察員 去寫報告 給滴滴 難道滴滴下自己的票嗎 不可能 早前就去找兒子去 他的兒子去 所以其實 如果保連奧的案子 再加羅莎馬丁尼斯 其實都告訴大家 不是沒機會回到四大聯賽 也不是沒機會踢靶賽 所以其實 我就覺得 不是一個絕望 反而 其實也有機會 反而我自己 也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我也不是說 因為那個 叫做 錢的效應 我真的很想看看卡里斯 那個打成怎樣 即是我覺得 一個球員 無論你去到哪裡 你有實力 和你爭氣 你絕對是有機會翻身的 我就想看看 打大聯一方 尤其是這樣的球隊 就是這樣的球隊的情況 你可不可以 帶起一隊球隊 他明顯就是 這裡是球王級待遇 整隊球都圍著你轉 沒錯 如果你這個地方 你真的踢不起來 那就真是活該 是啊 所以其實現在 就是說 今年因為有奢侈稅 但其實大家不要誤會 黃建林 是沒有的 對不起 他已經說了 他們一方已經說了 我們會根據中國足協的條例 去交足所有的稅款 放心 因為大家都明白 去的環境 還去搞這些事情 不要玩了 有一個說法 他說 帕列達的那種轉會 古古怪怪 因為 其實 A.C.曼南 一早就和他解約 是 那 他和A.C.曼南解約之後 維持了幾個月的自由身 那個狀態 然後轉過來 中招踢 喂 其實 這些算不算上 是一種避開調節費的方法 那 我又 老實說 這些 如果你玩到這樣 我也沒得說 哈哈哈哈 不是說 但是中招 中國職業都說了 其實你早兩天 已經寫得很明 你什麼給錢 他自己屬身 什麼你想避 你沒得避 你那些契吏 又玩一些 那你我便又 這樣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用上面壓下來 喂 你是不是玩 就是這樣 我就是祝協 你是不是玩 就是這樣 那你 沒得玩 那你很明顯就是 開頭行 大家想這樣玩 我都說千武灣美揚的時候 但是 後期都不成事 其實都不成事 那 而且 老實說 老實說 就是交 你給得起 就給 那這是什麼錢 老實說 你這些企業可以搞的 那你又想拿成績 又想簽球員 你就 隨批道舉 不要搞這些事情 對不對 而且 這次也在轉會 這次中超 為什麼大家這麼 著緊呢 其中有一個原因 就是 中央中央 有一個新條例的問題 港澳大球員 港澳大球員 那我想 大家可能等一整晚 有些朋友 等這一刻 講我國 講我們香港 我國 陳耀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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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跟他不熟 但是問題 或者是不認識他的 但是呢 就路邊寫消息 其實陳耀郭 大家都知道 如果跟著他的報導 其實他去了大連 其實大家混合了 兩隊球 去年有兩隊球 一隊叫大連一方 大連一方 就是現在中超那一隊 黃建林後期 入主那一隊 有一隊叫大連超越 大連超越 去年是尾三 幾乎是降班的 其實這隊球 就不一般 沒水 不算很有錢的 那些中央球隊 但是 熱身賽的時候 好像是幾個隊伍 如果大家聽報導 但是最終 你叫我駐會槍刪刪的時候 喂 為什麼不見了他 又說駐會 又說簽了 還要他自己 大家記得是過年前 就跟球會解約 然後就直接 連賀水杯也不踢 就說 因為我解約 所以我不是港聯 所以不踢 有什麼樣的 因為 然後呢 為什麼會沒有 無疾而終 然後消息如何呢 他現在流落了去哪裡呢 很想知道 根據 可靠消息說 當然他最終回來 現身說法 或者最終有另一個消息 我不敢說 根據可靠消息說 其實他下不了班 他幫助他的經理人 是現在會嘗試 先運載歐洲一些比較 二線的聯賽 因為 半年沒有VOTEC 大家怎麼搞這幾個月沒有VOTEC 第一 第二 一個很合邏輯的做法 就是 我運載過去過去 大家都知道 現在很多中國球員都是這樣的 運載去 袍甲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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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一些瑞士 甚至低組別 不要緊 歐蔥之前也是這樣 歐人遙蔥 過去先袍一袍 然後再找 下半季又會轉每槍 會開 然後我們再運作 回去 所以 關心我國的球迷 不用擔心 說不適還說不適 但也照應有方法 不是 我也希望他成功 如果我再 我從來 不是哪個球員 那個人的喜好 我覺得 其實 多幾個香港的球員 尤其是華將 如果能夠上去 打絕對好的經驗 絕對好的試練 亦都可以 給大家看到 其實現在香港的球員上去 跟中超 甚至中甲的水平 的差距 或者去到哪裏 現在當然 比較穩固的幾個球員 尤其是 好消息就是 貴州 繼續跟法徒斯 續約到2019年 那就是意味著 今年和明年 他都繼續踢 嗯 也意味著 他 和各條例上 也意味著 只能註冊一個 港澳台球員 所以 歐聰的註冊 就不能註冊 也都 告訴大家 其實歐聰 應該會多坐一季 多坐一季 多坐一季 才回來 那我相信 我也覺得 真心說 大家不會樂見 一個球員坐的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在情在 你在一個 數字 就是在金錢上 那他又沒有輸的 對不對 就是 貴州出足糧給他的 福利一定比 在香港踢球的 說真的 絕對 尤其是 因為他們姓文 那位 那位 文總 美女 很漂亮 從來都OK 他們沒有欠錢 甚至 甚至 剛才 朱姆昌死線 都 跟 炎邊 搞清搞錯 喂 簽了個史提夫回來 喂 我 總之 不要哭那麼多了 你炎邊 他直接說 你買多少 多少錢 你給了多少人工 他就給你 你給他過來 這樣 因為炎邊 死捏著 總之 大家互相三方 就捏著 然後史提夫又說他們欠錢 總之 拗數 就轉不到會 但是在死線前 搞定了 所以也官宣了 最終史提夫轉會 所以其實貴州是絕對花得起錢的 大家都知道 當然 另外一個大家會關心的 其中一個球員 就是 踢中超的 其中外援 馬高派露域 大家 你怎麼看這件事 馬高派露域 你怎麼看這件事 我不是很會說 不是很會評論 不是很會評論 很大白說真的不太評論 很多球迷都會說 怎麼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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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廣超都踢到 爬爬烏 怎麼會上到中超還要踢富力 憑什麼呢 憑什麼 對 就好像Eric所說 憑什麼呢 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他憑什麼呢 就是他憑幾樣東西 首先就是富力 因為今年的條例 就算你簽四個外援都好 其實你也是出三個 首先 還有要符合那個U23的條例 你出一個外援球員的時候 你就要出一個U23的球員 即是無論他打正選 或者後備換進來 都要起碼有三個 其實以富力 剛剛做了藥的 Natino 還有 國內 廣州就是Sivic 但如果正常 我們香港的藥 就叫Sahawai 或者Zahawai 這個以色列社手 做了藥 那這兩個 就是小谷那位 很喜歡 所以也都在廣州 甚至去年 Zahawai 拿了最 中國中國先生 甚至是射手 兩個獎 兩個人做的 就是求仁得仁 加上 另外巴西的防守中央 烏素 也都在 防務上 是相當好的 所以這三個 趕得逐點 叫鐵打 也打不掉 至於馬路易 老實說 這也是富力的一貫作風 既然 我們這三個都做了藥 又加薪 那我何須擺在板凳的球員 或者叫做 擺的球員 簽貴來幹什麼呢 再加上 對 他在香港那隊富力 簽了他 加上他又是蔡爾維亞 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轉會上 這個 他只可以上了中超 就講到剛才的三個原因 第一 富力的三個主力外援 是不到他 第二 富力想省錢 第三 他又是蔡爾維亞 跟蔡爾維亞的 施奧高域 甚至是他的助教 高維達利卡 那些 教人團隊有話 情編上更加回答 這三個原因 為何他可以上中超 所以大家的問號和疑團 是不是已經解開了 金田一的解開了 我也是覺得 這個級數差很遠 絕對是 所有人都知道 球迷都知道 純粹是臭球 有腳打爬一樣 你可以這樣說 就是湊夠了四個外援 湊夠了 當然另外 有兩個比較疑團 第一個就是 其中一個疑團 就是羅素 為什麼可以去 遼寧 中甲 但是不算 他明明是外籍球員 為什麼他不算 原來中央的條例 就是 計算首次註冊你的職業生涯 首次註冊球會 羅素 第一間球會 就是 Happy Rally 這個魚丸 所以 他不算數 他不算外援 他反而 所以 我舉一個例子 給大家聽 白鶴 白鶴是中國球員 白鶴後期來香港 香港的身份證 他說 他就不行 因為他首次註冊球會 是在國內的 所以 及後他來了香港 拿了香港身份證 所以他就不適合這個條例 不適用了 是不是很清晰 白鶴沒理由不行 原來就是白鶴 就是不行 是啊 大家就拚頭 為什麼爆會不行 另外有一個 希望 大家密切留意他的表現 就是徐宏傑 上了去梅州 梅州 還有 我也有一個 說一個sorry 就是 因為首文之五 因為 今天 或者這兩天都比較繁忙 不是我寫的 但是首文之五的時間 大家會 錯手寫了 他說曹陽就是主教練 其實不是的 曹陽是總經理 其實當日 曹陽在現場的時候 我也在現場 我還在附近 聽到的時候 就有交流 他下來 在那裡聊 或者找人的時候 其實當時是 他在那裡下來 他也很快手 馬上下來 後來又搞定了徐宏傑 希望這個球員 多一點機會 在梅州 無論打不打得正選 也好 多一點上陣機會 至於也有幾個 中華台北的球員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陳柏良就很長期 幾年了 在超和中甲 沒錯 所以今天 國駐會 大家近期很留意 這幾個球員 也都是 這個 也都是 我想大家接下來 多留意 他們的消息 比賽 或者留意我們 page的介紹 當然 我也期望 在第二次駐會槍的時候 會更加多的香港球員 可以上去 尤其是 剛剛的球櫃 一完結之後 看看會不會運作 有什麼球會 運作一些球員上去 嗯 那你有什麼 補充 或者寄望 這幫球員 嗯 其實都沒有什麼 我自己 比較關心 中超和全會槍 都是留意 港舞台球員 都是比較關心 國最後可以去哪裡 哈哈哈哈 因為其實 都的而且確 他是少數 是值得寄莫的香港華將 但是 但是我 我 反而有一個錦囊 不是錦囊 或者我的觀察 或者我的經驗 嗯 其實他打那個位 是不著數的 為什麼不著數呢 因為 國內所說的 通常這些前鋒位 或者打中前仗 通常都是外活 那是不著數的 反而呢 其實如果有看外節目 或者你 聰明的 其實打中後場 或者打邊位 集位 或者中後場 其實可能 那個機會上去的機會更大 不過沒辦法 他正正是因為 現在港隊都缺這些位 是 真的沒辦法 還有其實 從 一個 就是 你怎麼包裝一個 國家 或者地區 的足球聯賽 如果你要 建立到這些 本地的icon 一定是 踢到這些位 當然啦 但問題就是 等於你想想那個 狀況 譬如前幾年 陳七上去 對呀 包到陳七上去 他都 OK的 但問題就是 他 當時的廣州日之傳 其實都不是經常打中選 那些位置是不著數的 始終有些外籍球員 相反 傻幫 就是梁振幫 反而更著數 是不著數的 但是 既然 如果你是固定在這個位置 發展下來的話 你就唯有 不 用心 用心 而且 我覺得 日也是那句 我們也是那句 競爭 不怕 如果你有真材實料 還有你努力的 我就覺得不怕 反而你經受得到 中甲這個規模的競爭 說明 其實作為一個戰後 不是 其實你看到 我覺得這十幾年 你看到有兩大個案子 兩個個案子 第一個就是吳偉超 你看到他 當日都是香港出生 香港成長的 沒錯 他也可以在中超、中甲 或者是在中甲 中超的年代也很多 甚至當年 拍火拍的全部都是大MASA 最好的 最好的是中國 中堅 中衛 范志毅 李偉峰 杜威 全部都跟他拍過 這個也是他 真材實料 好了 第二個 發圖師 發圖師 發圖師是什麼年紀 三十幾年 三十五六 對 這樣的料子 仍然可以在貴州做隊長 有入球 有得踢 現在球會 老實說 我就算當他 拉尾這兩年 少了機會上陣 也好 起碼就是在球會 認可了他之前 又在中甲的時間 帶到球隊升班 以及幫球隊買力 我當最後兩年送給他 我起碼認可了他 即是說明在香港 足球 是不是不可以辣足球 不是 可以在中甲辣到 甚至真心說 如果大家了解發圖師的來歷 當日踢什麼球 說得逐一點 他是那些 非洲拿男人證過來 根本就是 深水堡的那些 課式來的 但是他努力 他是公民 他真的 說得逐一點 他的球底 他是看著他進步 總之他肯自己練 肯扔時間 扔心思 我也很熟悉他的來歷 因為我舅父 以前是公民的座教 知道他根本是什麼了子 但是 看著他好東西 越踢越好 然後上去 直接要給他手指攻 所以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期待下個星期 還有找Nick上來困惱 很喜歡看你們兩個 喜歡我和你吵架 不是 因為有吵架 良性競爭 良性的爭辯 有些聽租很喜歡私下 走來問我的 為什麼每個星期都見不到Nick 不是 這麼巧 有些是這麼巧的 有些是這麼巧的 有些是你的長途戰 也要輪換 說真的 我也重申一句 我可以作證 總之 Nick和Eric 我們幾個全部是很和好的 在節目前有火花 是另外一件事 做節目 打球就說打球 私下就是私下的 我一向都這樣強調 足球觀念 大家爭辯到那些 從來都沒有一樣的 足球觀念沒有可能 我以前有個老友踢球 甚至每次都在波三寶爭 爭辯 阿根廷 我的巴西山出是天敵 不能埋棄 怎會有得埋棄 他就說馬當娜最好 我告訴你 一咬到明年 下個世紀也咬不完 你哪有咬的 我們不會分裂 我們跟著吃飯 其他不是 圓外之音 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